第2841章 这就是他最大的错 沈道友 你不需要答应这场比斗的 我可以用整个无量宗的信誉来保证 只要你不愿意 那么没有人能够逼你 魏申站出来说道 虽说沈丰一招秒杀了神员近二层的苗玉松 但魏申在决定赌一把之后 将陆家内的主要人物全都调查了一遍 虽然陆天奇是庞系一末的人 但其在如今的陆家内 拥有了一定的地位 据说陆天奇和现在陆家内的第一天才走得很近 当然 魏申也知道了 曾经陆天奇在塑魂近九层的时候 也战胜过神员近二层的苗玉松 尽管陆天奇没有沈丰这么夸张 但他的战力绝对十分强大 而且魏申打听到了 修为跨入神员近一层的陆天奇 战力可怕的暴增了很多 甚至有人说 其拥有了战胜神员近五层强者的战力 如若此事是真的 那么魏申觉得沈丰答应下这场生死比斗 最后的结果可就真的不确定了 魏申已经打算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拉拢沈丰了 他绝对不希望沈丰在这种时候出事的 陆天奇在听到魏申开口之后 他眉头一皱 道这是我们陆家内的事情 难道你们无量宗想要插手吗 我知道你们无量宗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不过你觉得无量宗能够和陆家抗衡吗 一旁这处无量商行内的掌柜 在不停地对着魏申使眼色 之后魏申能够拍拍屁股走人的 而他依旧要留在这里 今后肯定会继续和陆家接触到的 他并不知道魏申对沈丰的看重程度 魏申冷横了一声 说道 无量宗的底蕴确实不如陆家 但陆家会为了你这么一个庞系 和我们无量宗开战吗 我父亲乃是无量宗的宗主 我在无量宗之内 有着一定的话语权 沈道友是我的朋友 还轮不到你这么一个陆家庞系来欺压 陆天奇最恨别人当年说他是陆家庞系 一时间 他身上翻腾起了滚滚浓郁利器 目光看向了周吉元 道 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火魂殿的太上长老吗 随后 他的目光又看向了沈丰 继续道 我听说当初是你让这老头护送赵凤仪回陆家的 原本我觉得作为火魂殿的太上长老 应该是有几分本事的 所以我和他切磋了一番 只可惜 他太弱了 我一个不小心就伤了他 我想他现在的丹田应该还没有恢复 如今的二重天之内 能够恢复他丹田的灵异 几乎是不存在的 不过 我听说之前在要事之内 出现了一名强大的六品恋心师 他帮神秘的住家炼制出了那种罕见的灵异 据说那种灵异对恢复丹田有着极好的效果 你可以去试着找一找那位恋心师 看他会不会理睬你 陆家的消息网倒是非常强大 就连发生在要事内的事情 他们也已经知道了 不过 陆天启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 他口中的那位强大恋心师就是沈丰 听到这番话的沈丰 嘴角浮现了一抹淡漠的笑容 道这种低端低激将法真的很没意思 其实就算你不故意将我惊怒 我也会答应这场生死比斗的 你还记得当初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我要你对我下跪道歉 而且是求着对我下跪道歉 这场生死比斗我可以答应 但如若我赢了这场比斗 那么陆家必须要让我用一下大型名文传颂阵 我要去一趟西域之内 从东域到西域的名文传颂阵 每一次开启都需要耗费数量庞大的能量 一般情况下 陆家不会随便开启的 陆天启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他脸上闪过了一丝犹豫之色 沈丰平淡地问道 难道你没有权利决定此事 那么就等你有这个权利之后 再来对我提出生死战 文言 陆天启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也许是沈丰明知道他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才想要用这个借口来逃避 之前 陆天启在家主面前试探性地提起过沈丰 他清楚家主对沈丰也极为的反感 况且 他不认为自己会败 他觉得和沈丰之间的对战 自己几乎是必胜无疑的 到时候 只要他回陆家说一下死事 应该很多人都会支持他的 在想通了此事之后 他道 好 如若你可以赢了这场生死战 那么陆家绝对会给你使用通往西域的明文传送阵 记住 明天准时来陆家 我相信很多陆家的人都会对你感兴趣的 在目的达到了之后 陆天启并没有在无量商行内多坐停留 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对于明天那场生死战 虽说他有十足的信心 但还是需要去提前准备一番 而在沈丰答应这场生死战的时候 周吉原利用传讯预排队着陆雨晴传讯了 此事根本隐瞒不下去的 所以他觉得应该要提前对陆雨晴说一声 与此同时 陆家之内 陆雨晴在接到周吉原的传讯之后 他并没有马上赶往无量商行 而是朝着陆家府邸内的一处院落飞奔而去 没多久之后 他急匆匆地冲入了院落 随后推开了里面一个房间的房门 只见一名中年男人正坐在书桌前 他手里面拿着一本古籍在翻阅 此人从外貌和气质上来看 犹如是一位朴素的书生一般 他乃是陆家的家主陆敬远 同样也是陆雨晴的父亲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陆天琦去挑战哥哥 而且还是生死战 陆雨晴质问道 陆敬远放下了手里的书籍 但莫得说道 进来之前不会敲门吗 陆天琦是你的长辈 你对他要尊敬一些 给我出去重新敲门进来 陆雨晴贝驰紧紧咬着嘴唇 他站立着没有动弹 继续说道 哥哥他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们为什么要针对他 陆敬远脸色更加冷了几分 道 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你的哥哥是谁 他配成为你的哥哥吗 你说他没有错 他长得像天赐 这就是他最大的错 第二千八百四十二章给你一个提议 陆敬远作为陆家的家主 而且是陆天赐的父亲 原本在他眼里 陆天赐乃是陆家内的希望 在他看来如若陆天赐成长起来之后 将来绝对可以让陆家更上一层楼 如今陆家只是在冬域之内 隐隐有了第一势力的底蕴 如若放眼整个二重天 陆家和那些最顶尖的势力相比 还是逊色了不少的 曾经整个陆家在陆天赐身上 投入了数不尽的资源 当然陆天赐也没有让陆家内的人失望 其成为了冬天赐内的第一天才 甚至是在整个冬域 他也能够被称作为第一天才 那时候陆家内的每一个人 全都对陆天赐无比的满意 哪怕是陆家内排行靠前的长老 每一次见到陆天赐的时候 也是一副极为恭敬的样子 毕竟当时的陆天赐 未来充满了太多的可能性 每一个陆家人都在期待着陆天赐 带着陆家一飞冲天 可谁知道陆天赐却最终出了意外 这对于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在刚开始的悲痛之后 陆家内开始出现了各种不满的声音 他们觉得曾经投入在陆天赐身上的恐怖资源 完全变成了浪费的一种行为 甚至开始有人在暗地里辱骂陆天赐 直到后来陆家的人直接当众说陆天赐的坏话 原本陆家内一个被人称赞的天才 在其死亡之后 却被人说的连废物都不如 陆静远身为陆家的家主 他对于陆家内的情况自然十分了解 曾经有人开始在暗地里辱骂陆天赐的时候 他便知道了此事 不过他并没有出来惩罚那些人 这也导致了陆家内的人越来越胆大 他们觉得家主默许了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陆静远来说 他对陆天赐这个儿子极为的失望 曾经他在没有成为家主之前 他确实是一个好父亲 但在他做上家主之位后 他一切都以陆家的利益为主 他并没有悲痛陆天赐的死亡 而是觉得陆天赐不该就这么死了 毕竟陆家在陆天赐身上投入的太多了 可陆天赐却还没有给陆家做出贡献来 陆静远除了陆天赐和陆雨晴这对儿女以外 他还有两个女儿的 他们是陆雨晴的姐姐 所以他不担心自己会绝后 况且以他的修为 他还能够活很多岁月的 有的是机会再生一个儿子 眼下陆雨晴面对说出这番话的复兴 他将嘴唇咬得更加紧了几分 随后他说到 沈丰哥哥和天赐哥哥不是同一个人 凭什么就因为沈丰哥哥长得和天赐哥哥有点像 陆家就要这么针对沈丰哥哥 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况且沈丰哥哥并没有来主动招惹陆家 他是我认的哥哥 而且还是祖奶奶认的曾孙 自从之前祖奶奶回来之后 家族内确定了没有救治他的办法了 你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祖奶奶 他是你的亲奶奶 如若没有祖奶奶的存在 当年你不可能会成为陆家的家主 而且祖奶奶曾经是那么的疼爱你 最后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吗 父亲 你真的太冷血了 文言 陆敬远的脸色难看了几分 啪的一声 他哥空甩了一巴掌 陆雨晴的一边脸颊之上 顿时红肿了起来 他捂着自己的脸颊 双眼通红地盯着自己的这个父亲 陆敬远淡默地说道 你可以离开了 既然你这么怀念天赐 曾经也为了这件事情 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之后你就在陆家之内 乖乖地做一个废人 你作为我的女儿 我会让你衣食无忧一辈子 但陆家内的事情 你没有插手的资格 在陆家之内 除了我女儿这个身份 你拿得出手以外 你还剩下什么 你当初应该学学你的两个姐姐 她们并没有因为天赐的死 而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 你的两个姐姐 在将来绝对可以成为 陆家内的高层人物 你和她们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停顿了一下之后 她继续说道 关于陆天奇和那个小子生死战的事情 虽说我并没有去命令陆天奇这么做 但这件事情是我默许的 在她的寿宴之上 让她认得曾孙当场被人杀死 这也算是提前送个人去黄泉路上陪她了 她应该要明白陆家的一番心意 陆雨晴见陆静远直接称呼赵凤怡为她 就连一生奶奶也不愿意说 事到如今 陆雨晴觉得自己很可笑 她也觉得祖奶奶很可笑 他们如今在陆家之内 等于是多余的一样 她没有继续在这里停留下去 转过身之后朝着房间外面走去 她现在马上要去见一面沈丰哥哥 与此同时 无量商行的门口 两名模样十分不俗的女子 出现在了这里 其中一名偏向成熟风格的女子 乃是陆雨晴的二姐陆雨晴 而另一名气质偏向冰冷的女子 乃是陆雨晴的三姐陆雨霜 至于陆天赐乃是陆雨晴 陆雨霜和陆雨晴的大哥 陆雨晴和陆雨霜 踏入了无量商行之内 在大厅里的掌柜见到这两人之后 她随即走上前 道不知两位陆小姐有什么需要吗 她今后还想要在东天城生存 她可不敢将陆家彻底的罪 更何况陆雨晴和陆雨霜 在陆家内的身份不一般 绝对不是之前的陆天骑可以相比的 曾经陆雨晴和陆雨霜来过无量商行 所以这里的掌柜认识这两个人的 我们来这里见个人 你应该知道是谁的 你去通知她一声 雨晴的两位姐姐想要和她谈谈 陆雨晴身上充满气势的说道 那名掌柜文言 她随即传讯给了卫生 没多久之后 卫生便陪着沈丰走到了一楼的大厅内 这是陆雨晴和陆雨霜第一次见到沈丰 他们脸上闪过了一抹惊讶之色 这沈丰果然和他们的哥德鲁天赐长得很像 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两句 如何 陆雨晴问道 沈丰并不知道陆雨晴和其两位姐姐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一旁的卫生对此也了解的不多 陆雨双见 沈丰并没有立马回答 她皱眉冰冷地说道 放心 我们不会对你动手的 我们是来给你一个提议的 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第二千八百四十三章决裂 沈丰能够感觉得出 陆雨晴的修为在神缘近三层 而陆雨霜的修为则是在神缘近二层 可以说 这两人的修炼天赋绝对不弱 沈丰不知道陆雨晴和陆雨霜想要干什么 不过 她内心没有任何一丝畏惧 道 你们想要给我一个什么提议 陆雨霜冰冷说道 我们可以去旁边的酒楼里聊一聊 沈丰私存了数秒 道 好 你们带路 一旁的卫生 问道 沈道友 要我陪你一起吗 沈丰摇头道 我一个人就行 况且酒楼就在无量商行旁边 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 卫生在听到沈丰的话之后 她也不再勉强 看着沈丰和陆家两姐妹去往旁边酒楼的时候 她随即联系了隐藏在暗地里的孙淑 她相信只要有孙淑在暗处保护 哪怕陆雨晴和陆雨霜真的要对沈丰动手 孙淑也肯定有办法将沈丰救下来的 眼下 无量商行旁边一家酒楼的三楼包间之内 陆雨晴随意点了几个菜 在服务员退下去之后 她的目光再次定格在了沈丰身上 道 我们听说了你来到东天城之后 所做的那些事情 是什么让你如此的有恃无恐 难道是因为雨晴喊了你一声哥哥 而且祖奶奶也认了你这个曾孙 所以你觉得有了陆家的庇护 你能够在东天城随心所欲了吗 转而 她又说道 不过 我想你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 陆天奇对你提出生死战 你从中也应该要知道自己是攀不上陆家的 你凭借肃魂镜六层的修为 战胜了神缘镜二层的苗玉松 你确实是一个极为妖孽的战斗天才 但你别忘了一件事情 你毕竟不姓陆 所以你长得像我哥陆天赐也没用 陆家不会接纳你的 沈丰随手拿起面前的茶杯 微微拧了一口之后 道 所以呢 你们想要表达什么 陆雨淹见沈丰如此的风淡云青 她脸上闪现了不悦之色 旁边的陆雨双冷声说道 陆天赐是我们的哥哥 无论如何我们都摆脱不了这件事情 而你长得这么像陆天赐 如若你出现在陆家之内 并且被陆天奇给杀了 那么这回让我们很难堪 最重要我们再也不想见到陆天赐这张脸 只要你将这张脸给毁了 并且在东天城的城门外下跪三天时间 我们可以保证陆家便不会追究你的过错 只要我们陆家不动手 最起码苗家也不敢当众对你出手的 这便是我们给你的提议 对于如今的你而言 这是你唯一能够活着的一条路 此刻 沈丰自然是非常肯定这两人和雨晴 那丫头之间的关系了 她淡然一笑道 我沈丰不跪天 不跪地 只跪父母和恩师 你们够资格让我跪在东天城外吗 还想让我毁了自己的这张脸 试问我沈丰并没有得罪你们陆家 如若你们陆家要再三招惹我 那么陆家最后可不要后悔了 听到沈丰这番话的陆雨烟和陆雨霜 脸色同时变得非常难看 身上忍不住有浑厚的气势在释放出来 就在这时 酒楼内的服务人员敲了敲门之后 端进来了一盘盘的菜肴 这促使陆雨烟和陆雨霜 暂时将木火给压制住了 当这里的服务人员上完菜 关好门离开之后 沈丰随意拿起筷子 只当没事发生地吃起了菜 陆雨烟淡漠地说道 做人有骨气是好事 不过 没有自知之明就是愚蠢了 陆家会因为招惹你而后悔 你连这种可笑的话都说得出口 你知道陆家的底蕴吗 尽管你的战力很强 但你在陆家面前 基本上和蚂蚁没有区别 如若陆家想要撵死你 那么只需要轻轻地动动手指 陆雨霜也冰冷地说道 你最好考虑清楚 我们可不是陆雨晴那小丫头 对于你这张掌的向陆天赐的脸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的好感 对你来说 毁了这张脸 在东天城外下跪三天 绝对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可别不是好歹了 只是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砰的一声 包间的门被重重地推开了 只见来人乃是陆雨晴 之前 陆雨晴乃是借助陆家内的小型名文传送阵 直接出现在无量商行附近的 在陆家之内 有一个专门用作城内的名文传送阵 只可以在东天城内进行传送 陆雨晴是担心又有其他陆家人找哥哥的麻烦 所以他才想要尽快地出现在哥哥的面前 只是这次他想要借用小型名文传送阵的时候 受到了一位长老的刁难 最后他支付了一定数量的悬食 才用到了这个陆家子弟可以免费使用的小型名文传送阵 在陆雨晴来到了无量商行之后 他从卫生口中得知了 自己两个姐姐前来找沈丰哥哥的 确定了陆雨晴等人在旁边的酒楼之后 陆雨晴便马上冲了进去 卫生告诉了陆雨晴 此刻沈丰等人所在的包间 孙叔一直在暗处盯着 所以卫生只需要用传讯问一下 便能够知道沈丰他们具体在哪个包间了 刚刚在门外的陆雨晴 正好听到了陆雨晴的那番话 他心中的怒火瞬间暴涨到了极致 二姐三姐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沈丰哥哥并没有得罪你们 而你们却要他毁了自己的脸 并且在城门外跪着三天 你们为何能够如此心狠 陆雨晴来到沈丰身旁之后 目瞪着陆雨晴和陆雨晴 对于自己这个妹妹的突然到来 说实话陆雨晴和陆雨晴并没有想到 其中陆雨晴说道 我们的哥哥已经死了 这小子不够资格成为你的哥哥 他的存在只会让我们这一末的人更加丢脸 只是让他毁了自己的脸 并且在城门外跪着而已 这是我和你二姐对他最大的宽恕了 陆雨晴自嘲地笑了一声 道一个哥都是这样 你们都变了 父亲是这样 你们也是这样 为什么在天赐哥去世之后 我所面对的整个世界都不同了 接着 他一脸坚定地说道 我并不是要让沈丰哥哥去代替谁 沈丰哥哥就是我的哥哥 在我眼里 他没有其他身份 至于你们 从今往后 我没有你们这两个姐姐 第二千八百四十四张可以死的明目了 陆雨晴和陆雨霜对于自己这小妹 为了沈丰这个外人 竟然选择和他们彻底决裂 这让他们的怒火犹如火山一般爆发了 不过 他们并没有选择对沈丰动手 毕竟在他们两个看来 像沈丰这种冥顽不灵的人 应该要让其当众惨死在陆天奇手里 陆雨霜冷横了一声 说道 陆雨晴 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以后别有什么事情求到我们头上来 接着 他看向了沈丰 又说道 至于你 如今我不想再浪费口舌 给了你活命的机会 你却不好好把握 你绝对会死在明天的生死战之中 说完 他便起身离开了 而陆雨晴也叹了口气 道 陆雨晴 你自己好自为之 在祖奶奶去世之后 陆家将在也容不下你 丢下这两句话之后 他同样是离开了包间之内 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 陆雨晴被池紧紧咬着嘴唇 眼看着要将自己的嘴唇咬破了 沈丰站起身轻轻摸了 陆雨晴的脑袋 道 雨晴 无论如何 还有我在 你是我沈丰的妹妹 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这冬雨如若容不下你 那么我会安排你去北域之内 以后你就和我一起留在北域 陆雨晴从沈丰身上感受到了温暖 他扑进了沈丰的怀里 道 哥哥 我知道明天那场生死战 你一定会去参加的 祖奶奶之所以没有来见你 完全是担心陆家对你动手 毕竟一旦他前来这里 你就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只是没想到尽管祖奶奶已经想的十分周到了 可陆家内的人还是对你这么快下手了 而且他们还选择在祖奶奶寿宴的当天 如今祖奶奶还并不知道陆天奇要和你生死战的事情 虽说祖奶奶被陆家边缘化了 但祖奶奶也有一些自己的人脉 只要哥哥你不愿意进行这场生死战 那么祖奶奶绝对可以保证你平安离开东天城的 沈丰平静地说道 雨晴此事先不要告诉祖奶奶 明天的生死战我必须要参加 我可以对你保证 祖奶奶也绝对不会有事 明天祖奶奶寿宴的时候 我会送她一份大礼 到时候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她轻轻拍了拍陆雨晴的后背 继续说道 你喊我一声哥哥 你是不是就要听我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相信我 陆雨晴认真点了点头 哥哥 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和祖奶奶说 但你一定要答应我 明天的生死战你一定要平安无事 沈丰笑道 这是自然的 我又不是傻子 不会去白白送命的 好了 今天你要留在无量商行 还是回陆家去 陆雨晴回答道 哥哥 我想回去陪着祖奶奶 沈丰说道 好 那我让无量商行的人送你回去 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会给你带来不少惊喜的 随后 两人在离开酒楼之后 沈丰让卫生安排一辆马车送陆雨晴回去 卫生对于沈丰的事情很看重 乃是他亲自驾驶马车送陆雨晴回到陆家的 时间匆匆 第二天很快便来临了 当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的时候 沈丰推开了自己的房门 他看到不仅仅是卫生在这里 周吉原和王成义等人 全都集中在了他的院落之中 沈道友 反正我也闲着没事 今天我陪你一去参加赵老的寿宴 卫生开口说道 不管卫生是出于什么目的 岂能够三番两次站出来帮忙 沈丰心里面已经开始将卫生当作朋友看待了 对于沈丰看过来的目光 王成义说道 沈前辈 要死大家一起死 要和大家一起活 您不要再劝我们了 我们下定决心要和您一起前往陆家 为身见沈丰有些犹豫 他道 沈道友 他们就算做是我们无量宗的人 我想陆家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家族 应该不会当众胡乱杀人的 况且 我身为无量宗宗主的儿子 手里有一些底牌存在的 到时候我会保护他们的安全 听到卫生都这么说了 沈丰点头道 谢谢了 这句话是对卫生说的 也是对王成义等人说的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大家的一份情谊 一行人坐上了无量商行安排的马车上 这里的掌柜看着远去的马车 他一个人站在门外哀声叹气的 如今他对于东天城无量商行的前景很不看好 马车的车厢之内 周吉原对着沈丰传音 问道 沈道友 那位前辈在不在你身边 当初对战是王重的重后 沈丰等人被重后吞了 最终是沈丰召唤出了第一股话内天血族的疯天狂 最终才化解了生死危机的 周吉原知道那位前辈的战力恐怖无比 而且修为也在神员进九层之内 只要那位前辈在沈丰身边 那么应该不会有意外发生的 沈丰用传音回了一句 你口中的那位前辈 会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的 听得此话的周吉原 瞬间替沈丰安心了不少 其余人并不知道沈丰和周吉原的传音对话 马车一路接近着陆家 随着时间流逝 当沈丰等人乘坐的马车停在陆家门口的时候 如今的陆家外已经是人来人往 不少东天城内的势力今天全都来了 将马车停靠好 从车厢内走出来的沈丰等人 正好面对面地遇到了苗家之人 只见苗家的家主苗玉南 带领招数名苗家人来到了陆家 其中就有被废了修为的苗瑞和苗惠敏 他们得知沈丰将会在今天和陆天骑生死战 所以才请求来这里见证沈丰死亡的那一刻 小杂种 今天我听说中神庭内的大人物正好途径东天城 他们也会参加这场陆家的寿宴 有这么多大人物见证你的死亡 你应该可以死得明目了 苗瑞声斯雅帝喝道 沈丰眉头紧紧一皱 中神庭内的人也会出现在这里 转而他松开了眉头 正所谓兵来将党 水来土也 如今没什么可以多想的了 沈丰淡默地说道 还记得之前你们被我废掉之后 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吗 我让你们苗家的人要珍惜自己的性命 说话之间 沈丰脚下的步子朝着陆家大门口走去 苗玉南见此 想要招呼着苗家人也一起往陆家大门口走去 可就在这时沈丰步子一顿 他头也没回 右手臂往后一甩 他的动作太快了 就算苗玉南可以看清楚沈丰的动作 并且挡下这一攻击 可这一招并不是冲向他的 原本他以为沈丰绝对不敢在陆家门口动手的 所以他失去了最快的反应时机 根本来不及去救援 吃得一生 一道锋利无比的剑气 从苗瑞脖子上掠过 最终苗瑞瞪大着眼睛 整颗头颅从脖子上掉落了下来 温热的鲜血从他的脖子口喷涌而出 沈丰脚下的步子继续跨出 道既然这么喜欢张口闭口的辱骂我 那么还是尽快去黄泉路上得好 我可不想一直有苍蝇在我耳边嗡嗡乱叫 第二千八百四十五张我还没死 一种血腥味在陆家门口的空气中扩散着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将目光集中在了沈丰的身上 包括和沈丰一起的卫生等人 同样没想到沈丰会在陆家门口 直接将苗家的苗瑞给杀了 周遭安静了数秒钟之后 回过神来的苗玉男吏声 鹤道 小子 你如此当众杀我苗家子弟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况且这里是陆家 你完全是不把陆家放在眼里 他脸上布满了极致的怒火 身上神圆镜四层的气势翻腾不止 额头上抱起了一根根的青筋 沈丰转过身看了眼苗玉男 平淡地问道 你不服气 我可以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 听得此话的苗玉男 脸色变得越发殷勤不定 沈丰当初能够秒杀神圆镜二层的苗玉松 由此可见其战力真的非同一般 说实话 苗玉男根本没有战胜沈丰的信心 此刻他喉咙里犹如是被一块石头堵住了 完全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整张脸是憋得越来越通红 原本站在苗玉身旁的苗慧敏 身上被沾染到了很多苗玉的鲜血 他看着自己疙瘩的尸体 整个人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在看到家主也不敢和沈丰正面对抗之后 苗慧敏声音发颤地说道 陆家还要让这小子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今天是来看这小子被陆天祺前辈碾压的 为什么他敢在陆家门口如此杀人 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名看模样三十来岁 但实际年龄肯定远远超出这个数字的男人 走到了沈丰的身前 声音之中充满了怒火 道 小子 你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了吗 你以为自己有一张和陆天祺差不多的脸 你就能够在这里肆无忌惮吗 就算陆家内的某些人和你关系很好 但他们在陆家内完全做不了主 依我看今天这场生死都也不要进行了 你敢如此当众杀人 陆家有资格将你直接处死 此人乃是如今陆家第一天才的亲弟弟陆永涛 其修为在神源近一层之内 不过 他的哥哥虽然是天才 但他的资质在陆家内称不上天才 尽管他拥有神源近一层的修为 可他没有越级战胜对手的能力 东天城之内会举行一些各大势里间的正常比斗 曾经他和苗玉松切磋过 但最后他败在了苗玉松的手里 由此可以判断出 这陆永涛根本不是沈丰的对手 门外的那些陆家之人 同样是第一次见到沈丰 他们对于沈丰这张脸充满了一种好奇 沈丰将目光看向了陆永涛 道是谁把你这个杂种放出来乱咬人的 文言陆永涛身上力气涌现 贺道你敢说我是杂种 你给我等着 今天不仅仅你要死 跟着你来陆家的人 全部要死在这里 沈丰平静地说道 你看吧 我喊你一声杂种 你也受不了 你还要杀光我身边的人 而我刚刚只是杀了苗玉而已 这应该不过分吧 听得此话的陆永涛一时语色 他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毛子里的目光阴冷地定格在了沈丰的身上 就在这时 一名和陆永涛长的有几分相似的人走了出来 他便是陆家的第一天才陆永浩 同样也是陆永涛的亲哥哥 其身上的气势在神源近三层之内 能够代替陆天赐成为陆家内的第一天才 他的越级战斗能力绝对十分恐怖 嘴上成一时之快 这并不是什么本事 你确实是有一张和陆天赐差不多的脸 但你和陆天赐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陆永浩犹如是一个上位者一般 在随意地点评着沈丰 同时陆永烟和陆永霜也从陆家内走了出来 他们无比淡漠地注视着沈丰 对于沈丰敢在陆家门口杀死苗家的人 这一点他们两个之间根本没有想到 上一次有人在陆家门口杀人 好像还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后那个杀人者被陆家给处死之后 其尸体挂在了城门外整整一年的时间 陆永霜冷漠地说道 陆永烟对着沈丰随意 说道你觉得自己在陆家门口杀人 就能够显示出你的能耐吗 这只会让我们觉得你愚蠢 其实今天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然而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道呵斥声从陆家内传来 谁敢在陆家门口拦住我赵凤怡的曾孙 竟然有人敢当众辱骂我的曾孙 这种人自然是死不足惜的 只见陆雨晴陪着赵凤怡从陆家内走了出来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陆雨晴才对赵凤怡说了 沈丰要和陆天奇生死战的事情 赵凤怡自然是极为担心的 只是他知道自己肯定无法去阻止了 在陆家之内还是有少许良心不错的人 刚刚有站在门外的陆家人 曾经正好受到过赵凤怡的恩惠 虽说他们不敢当众和赵凤怡走得太近 但对赵凤怡传音说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 这还是可以的 祖奶奶 不管是陆永浩 还是陆雨淹等人 在看到赵凤怡的时候 虽然他们内心已经把赵凤怡当作是一个将死之人 但赵凤怡毕竟是长辈 在如此当众场合 他们必须要摆端正自己的态度 不过 他们这一声祖奶奶喊得有些敷衍 赵凤怡没有要理睬陆永浩和陆雨淹等人的意思 他直接朝着沈丰走了过去 见此 沈丰喊道 祖奶奶 赵凤怡面对沈丰的时候 很快脸上浮现出了慈祥的笑容 道 我的乖曾孙 你不该在这个时候来陆家的 如今陆家内大部分人 全都希望我快点去黄泉路上 沈丰笃笃定地说道 祖奶奶 你放心好了 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到时候陆家内的人肯定会后悔 赵凤怡以为这是沈丰的一番安慰 他在笑着点了点头之后 转身将目光定格在了陆永浩等人身上的时候 他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你们私下离口中的老东西还没有死呢 他知道如今很多陆家的年轻一辈 在私下里都称呼他为老东西 停顿了一下之后 他双眸冰冷地喝道 只要我还活着 陆家的人就休想要欺压我的曾孙 第二千八百四十六张 你也在这里 听到这番话的陆永浩和陆宇烟等人 脸色相继产生了一些变化 不过 他们内心没有太大的波澜 如今在陆家之内 确定了将赵凤仪边缘化 今天为其举办的这场寿宴 算是给他的一个安慰罢了 而陆永浩等人全都是陆家内 年轻一辈里的重要人物 他们有着璀璨的未来 所以 一旦陆家必须要选择的时候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 而彻底地去放弃赵凤仪 陆永浩作为现在陆家内的第一天才 他在陆家内拥有着绝对的地位 至于他的父亲乃是如今家主的亲弟弟 换句话说 他陆永浩同样是赵凤仪的亲曾孙 曾经赵凤仪身体没有任何状况的时候 陆永浩在赵凤仪面前表现得极为尊敬的 但如今他不想忍下这口气 更何况赵凤仪还是为了一个外人在这里训斥他们 祖奶奶 是这小子亲自答应了生死战的 我们陆家可没有人去逼迫 你现在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这所谓生死战 就必定有一个人要死亡的 陆永浩对着赵凤仪说道 四周不少陆家人脸色复杂 其中有一些心里面对赵凤仪充满好感的陆家人 看到眼前的场景之后 他们不经为赵凤仪感到悲哀 不管怎么说 从前赵凤仪也为了陆家做出不少贡献的 可如今在确定了其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之后 他便在陆家内受到了这种对待 甚至其亲曾孙都敢侮蔑他了 一旁的陆永涛 陆宇燕和陆宇双这三人 在听到陆永浩的这番话之后 他们看向赵凤仪的目光之中 隐隐有嘲弄之色在透出 陆宇情见死 脸上闪现了怒火 道陆永浩 你如今确实是陆家内的第一天才 你也确实代替了天赐哥的位置 但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对于陆宇情的这番话 陆永浩冷声说道 宇情妹妹 我喊你一声妹妹 这已经是我给你面子了 在陆家之内 我们年轻一辈都是在拼命地修炼 而你荒废了多少年的岁月 看看你如今这等低微的修位 你根本不够资格做我们陆家的嫡系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赵凤仪见陆永浩如此说陆雨晴 他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身上的气势开始隐隐产生了波动 就在这时 作为家主的陆静远 从陆家内走了出来 他行走之间也犹如是一个书生 他道 奶奶 永浩同样是你的曾孙 你又何必对自己的曾孙动物 我们做长辈的应该要宽容才是 你可以对一个人的曾孙这般慈祥 对待自己的亲曾孙 难道你不能和善一些吗 很明显 他的这番话语乃是在责怪赵凤仪 那些在陆家门口的其余势力 如今是更加清楚赵凤仪在陆家内的处境了 王家的老祖王海恒也来到了陆家门口 他看着眼前的此情此景 随即对着王成义 柳梦珍 王福州和王清月 传音说道你们睁大眼睛看着 那小子嚣张不了太久的 今天赵凤仪保不住他的 听到这番传音的王成义和王清月等人 将目光看向了王海恒所在的地方 王家作为苗家的附属家族 只有老祖才有资格来参加今天的宴会 而王成义等人虽说没有收到邀请 但他们算是陪着沈丰来参加生死战的 小子和陆天琪之间的生死战 这是你亲口答应下来的吧 如今你想要反悔吗 陆静远直问道 赵凤仪不希望沈丰去冒险的 尽管他清楚沈丰的战力很强 但如今的陆天琪同样也战力极强 在他想要传音劝说的时候 沈丰已经先一步开口了 我答应下来的事情自然不会反悔 不过 这场生死战还有一个堵住的 我想陆天琪应该告诉你了 如若我在生死笔斗中战胜了陆天琪 那么你们陆家必须要让我使用你们的大型明文阵 我要借用你们的明文阵去一趟西域之内 陆静远点了点头道 此事我已经知晓了 如若你真的能够战胜陆天琪 那么我们陆家内的明文阵 你可以尽管的使用 在陆家内没有人会阻拦你 听到陆静远轻自说出口之后 沈丰满意的笑道 好 既然如此 我可以去和陆天琪进行生死之战了 当沈丰说完这句话 想要和赵凤仪等人一起走进陆家的时候 一辆飞行马车来到了陆家的上空之中 这辆飞行马车极为的不一般 绝对不是普通的飞行法宝 很快 飞行马车朝着陆家门口的地面上落了下来 只见在上面有中神庭的标志 根本不用去猜了 绝对是中神庭的人抵达了这里 之前 苗瑞也说过的 今天正好有中神庭的大人物途径此处 所以会来参加陆家的这场寿宴 沈丰的目光第一时间看了过去 陆敬远和陆永浩等陆家之人 看到中神庭的飞行马车落地之后 他们脚下步子跨出 准备去迎接中神庭的人了 只见从车厢内走出了一名气质非凡的中年男人 而在他身后还跟着一名粉群女子 其模样颇为的不俗 沈丰在看到这两人之后 他脸上的表情唯唯一愣 当初在沙豹城内得知葛万恒被城主府抓住 并且沙豹城的城主府通知了中神庭 前来沙豹城的中神庭之人 乃是掌管中神庭藏宝阁的孙万里 中神庭的藏宝阁非常不一般 其乃是整个二重天最大的藏宝阁 里面需要一千个弟子一起打理 可以说 孙万里在中神庭内是拥有很大话语权的 至于如今跟在他身后的粉群女子 乃是他的女儿孙万 当初沈丰也见过孙万的 那时候 为了将葛万恒顺利救出来 沈丰去参加了孙万里临时在沙豹城举办的弟子考核 沈丰戴着特殊的面具 用封无尘的身份去参加的 那绝对是惊艳了孙万里的 当时孙万让自己的父亲拿出了中神庭的试炼塔 并且说了只要沈丰可以在试炼塔下坚持一炷香 他便答应沈丰三件事情 而且他还以修炼之心发誓的 最终沈丰破了中神庭试炼塔维持了五千年的记录 孙万里直接让沈丰成为了中神庭的真龙弟子 之后沈丰说了自己对脸心很感兴趣 而孙万里也让沈丰去见了葛万恒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沈丰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在他弄出巨大动静后 乃是孙万里放他离开的 并且对他表达了一番好意 沈丰在见到葛万恒的时候 将自己脸上的特殊面具摘下来的 那时候孙万里和孙万虽然没有在囚禁葛万恒的地牢里 但他们对地牢内发生的事情十分清楚 甚至知道了沈丰的真实相貌 此刻在沈丰看到孙万里和孙万的时候 站在孙万里身后的孙万 同样第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沈丰 他美眸里的目光惊移了一下之后 嘴角闪现了一抹笑容 用传音问道你也在这里 第二千八百四十七张 你长得有他好看吗 沈丰也能够猜到 当时在和葛万恒见面 自己摘下面具的时候 他的真实相貌肯定被孙万里和孙万知晓了 对于孙万的传音 沈丰也随口用传音说道 孙万姑娘 没想到来这里的中神庭之人是你们 我在今天算是这里的主角之一 孙万见沈丰还知道自己的名字 他嘴角的笑容更加明显了几分 如今走在孙万前面的孙万里 自然也看到了沈丰 他脸上的诧异之色一闪而过 根本没有人发现他的这一丝短暂的变化 孙万继续传音 说道 你是陆家内的人 当初的风无尘肯定也不是你的真名 沈丰传音说道 今天我要和陆家内的人进行一场生死战 我和陆家并不是很熟悉 不过 陆家内有我认的一个妹妹和一个祖奶奶 接着 他又大致用传音对孙万说了一下 他和陆家之间的矛盾起源等等 孙万听完这番传音之后 他脸上闪现了兴趣 传音说道 看来你和陆家还是有些缘分的 最起码你和陆家曾经的第一天才长得有点像 他现在是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此刻陆敬远 陆永浩和陆永涛等人 已经是走到了孙万里和孙万的面前 陆敬远对孙万里十分的看重 而且孙万里的修为在他之上 他必须要以晚辈的身份去接待 孙前辈 这次你能来陆家做客 我真的是很高兴啊 陆敬远十分热情地说道 而陆永浩见孙万嘴角正在对着自己笑 一时间 他眼眸内闪现了自省之色 曾经他和孙万见过几次的 两人也算是认识 在之前 孙万几乎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 虽说他是陆家如今的第一天才 但他觉得如若自己可以娶到孙万 那么在得到孙万里的助力之后 他的未来绝对不会局限于二重天之内 如今他以为孙万从前是太矜持了 眼下可能是孙万释放出内心真实的情感了 他可不认为孙万会对其他人笑 在他身边只有陆永涛这么一个男修士 至于陆宇燕和陆宇双这两个女人 从前和孙万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旁边的孙万里对着陆敬远 道陆家主 是我们父女俩前来打扰了 陆敬远笑道 完全没有打扰 当年孙格主 你扬名二重天的时候 我才刚刚跨入神圆境之内 我对孙格主十分的仰慕啊 快里面请 孙万里点了点头 脚下的步子跨出 陆永浩趁机走到了孙万身旁 道 孙姑娘 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你前来陆家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对我提 只是在他说话的过程之中 他的整张脸再逐渐的僵硬起来 孙万完全没有要理会陆永浩的意思 他直接从陆永浩身侧走过 一路来到了沈丰的面前 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次他没有用传音了 到了现在 他还不清楚沈丰的真名 这一刻 正在热情的和孙万里边走边聊的陆敬远 脚下的步子猛的停住 目光在一次定格在了沈丰的身上 在场的其余人也依次将目光看向了沈丰 在如今的陆家门口 还是有一些人能够认出孙万里和孙万的身份 所以 在各种传音之后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孙万里乃是中神庭藏宝阁的掌控者 他们能够判断出 作为中神庭藏宝阁的掌控者 孙万里的权力绝对很大 而作为孙万里女儿的孙万 绝对是如同公主般的存在 可以说 一般的男修是根本配不上孙万的 但如今孙万为什么会和沈丰主动说话 就连魏深和王成义等人 同样心里面充满了疑惑 我叫沈丰 刚刚有人在对你说话 你这么无视了他 估计他现在心里面很不适滋味 沈丰随口说道 孙万默默记住这个名字之后 他转头看了眼脸色难看的陆永浩 随后又看向了沈丰 说道 我又不认识他 难道任何人和我说话 我都要有所回应吗 文言 陆永浩的心脏之上 犹如是被人瞬间捅了很多刀 他走上前 说道 孙万姑娘 我们曾经见过很多次的 我是陆家内的陆永浩啊 至于刚刚和你说话的这个小子 只是一个想要攀附我们陆家的废物而已 你问他的名字做什么 难道你认识他吗 孙万摇头道 我之前不认识他 但现在我知道他叫沈丰了 沈丰一脸淡然地看着孙万戏耍陆永浩 嘴角闪过一道浅浅的笑容 陆永浩就没说道 孙万姑娘 这小子今天要和我们陆家的人进行生死战 他是必死无疑的 你没必要对一个死人说话 孙万脸上闪过了一抹不悦之色 道 你是我的谁 本姑娘的事情伦得到你来管吗 你有他长得好看吗 我喜欢和长得好看的人交朋友 而且还必须要特别的好看 你和他相比犹如无瑕玉石和毛坑石头的区别 他的长相可以比做是无瑕的玉石 而你的长相最多是毛坑里的石头 不仅仅是陆永浩没有想到孙万会这么说话 在场的其他人也根本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发展 堂堂中神庭藏宝格格主的女儿 竟然会对沈丰感兴趣 管人 你又在胡闹什么 孙万里随口说了一句 语气之中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 陆永浩呆滞在了原地 他真有一种马上想要照镜子的冲动 他自认为自己的相貌绝对不丑 这孙万为什么要当众羞辱他 在陆永浩胡思乱想之际 孙万对着沈丰传音说道 我之前答应你三件事情的 如今我帮你如此称长面 应该算是抵消一件事情了吧 听到这番传音的沈丰 脸上闪过了一模怪异的表情 孙万马上又对着沈丰直接说道 看在你长得这么好看的份上 我可以让你追求我 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他们一个个全都变得目瞪口呆的 这中神庭藏宝格格主的女儿 乃是一个大花痴 第二千八百四十八章当场突破 就在众人因为孙万的话 暂时无法回过神来的时候 孙万又一次对着沈丰传音 说道 我真的可以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 不过 这必须要当作再抵消一件 我答应你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就只剩下答应你一件事情了 毕竟他当时是用修炼之心发过世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只是这回 不等沈丰用传音回答 陆家的家主陆静远便说道 孙前辈 这小子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今我的奶奶和女儿 被他给骗得团团转 他是想要借此成为我们陆家的成员 今天我们陆家内的陆天奇 要和他进行一场生死战 原本凭借我们陆家的势力 我们可以轻松地碾压他 但我们陆家并没有这么做 凡是要讲究一个公平 我们陆家就给了他这一次活命的机会 只要他能够赢下生死战 我们陆家就不会再追究他所犯下的错 他的这番话说的是无比的冠冕堂皇 而真实原因乃是沈丰成为了赵凤怡任的曾孙 如若直接派陆家强者去将沈丰碾压 那么说不一定会惹怒赵凤怡 万一临死前的赵凤怡发疯发狂 到时候陆家肯定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陆天奇当众对沈丰提出生死战 只要沈丰答应下来了 那么赵凤怡也不能再插手进去 孙婉已经把关于沈丰的事情 对自己父亲传音说了一遍 对于沈丰的人品 孙万里还是非常认可的 当初沈丰不顾生死也要去救出葛万恒 如此有情有义的人 其人品坏不到哪里去的 小友 要不要我来替你取消这场生死战 孙万里用传音问道 沈丰知道这是孙万里的一片好意 他对孙万里的印象非常的好 同样用传音回答道 多谢孙前辈的好意 但今天这场生死战是我答应下来的 我没有退缩的理由 对此 孙万里也不再多说什么 说实话 孙万里和孙婉对于沈丰如金素魂镜六层的修为 他们内心十分的震惊 上一次和沈丰见面的时候 其才新元镜的修为呢 这种提升修为的速度 简直是可怕 最重要 孙万里和孙婉能够感觉得出 沈丰身上的气势非常稳固 在场的人自然不知道 沈丰和孙万里在用传音交谈 如今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沈丰对着陆静远 说道 生死战什么时候开始 如若我战胜陆天奇 那么我想要让其他人来取走他的性命 这应该不算是违规吧 文言 陆静远眼眸内闪烁着冷芒 道 这是自然 只要你能够在生死战中赢了陆天奇 那么他的性命你当然可以随意处置 看来你还在做梦 你以为自己能够战胜陆天奇吗 走吧 你如此迫切地想要死亡 我们陆家会成全你的 说完之后 他对孙万里恭敬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虽然孙万好像对沈丰感兴趣 但只要孙万里没有开口 他就没什么好顾虑的 孙万里招呼着孙万一起踏入了陆家之内 而沈丰和赵凤怡等人走在一起 一步步地走进了陆家的大门内 刚刚脸面丢尽的陆永浩 目光阴沉无比地盯着沈丰 他一定要将心里面的憋屈释放出来 孙万不是他能够得罪的人 所以他只能够将怒气集中在沈丰身上 一众人来到了陆家内的练武场上 眼下 在练武场上的右侧位置搭建起了一个擂台 这个擂台靠近着陆家一面围墙 在那围墙之上爬满了一根根密密麻麻的藤蔓 四周还有好几棵枝叶茂盛的大树 如今有一道身影盘腿坐在了擂台之上 此人便是今天和沈丰生死战的陆天奇 他早就在这里等候了 之所以没有到陆家外面去 完全是他触碰到了突破的契机 此刻陆天奇身上的气势越来越汹涌 某一瞬间 他周围的空间产生了剧烈的震荡 天地间的玄气犹如飓风一般 朝着他的身体快速汇聚而来 偶一刹那 他身上的气息变了 从神缘进一层之内跨入了神缘进二层之中 而且他在突破之后 随即服用了一瓶特殊的灵异 所以在短短片刻的时间 他的修为便稳固了下来 由此可见 陆天奇服用的灵异绝对不一般 陆静远 陆永浩和陆宇燕等人 在看到陆天奇当场突破修为之后 他们脸上纷纷浮现了笑意 而赵凤怡 陆宇勤和王成义等人 则是脸上布满了担忧之色 他们没想到陆天奇会在这种时候 修为再一次的往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孙万里和孙婉也知道了擂台上的修士 便是今天和沈丰进行生死战的陆佳人 当初 虽然他们见识过了沈丰的强大战力 但一般修为越是往上 越急战胜对手就越是困难 他们并不知道如今沈丰的战力到底有多强 但 孙万里和孙婉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陆天奇绝对不是普通的神员 近二层修士 陆静远看了眼赵凤怡 道 奶奶 你的寿眼安排在了这场生死战之后 他随口对赵凤怡说了一声 而擂台上的陆天奇站了起来 他那双眼睛之内 透出了无比凌厉的光芒 在人群中扫尸了一圈之后 陆天奇凌厉的目光 定格在了沈丰的身上 淡默地说道 小子 上来临死 说话之间 陆天奇爆发出了越来越恐怖的气势 幸好擂台的材质不一般 否则肯定承受不起他的这等气势 很多人都在猜测 如今的陆天奇拥有了比你什么层次强者的战力 当初陆天奇在神缘进一层的时候 便有人猜测 其甚至有了比你神缘进五层强者的战力 此刻 他的战力肯定是变得更加恐怖了 陆雨晴拉着沈丰的衣袖 他不想沈丰去和陆天奇进行生死战了 沈丰轻轻拍了拍陆雨晴拉着他衣袖的手背 道 雨晴 相信我 最后活着走下擂台的人肯定是我 只不过 他内心身处多了几分凝重 他也没想到陆天奇能够在生死战之前 当场突破了一个层次的修为 并且利用特殊的灵异 直接将修为稳固住了 第2849章怎么拧下我的头颅 在沈丰的一番话之下 陆雨晴松开了自己的手掌 说道 哥哥 你一定要平安走下擂台 对此 沈丰右脚蹬地之间 他整个人朝着擂台飞跃而去 最终双脚稳稳地站在了擂台之上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沈丰和陆天奇的身上 如今陆天奇突破到了神缘近二层 那些对陆天奇有些了解的陆家人 全都认为这场生死战 陆天奇是必胜无疑了 此刻王清月和王福州等人 心里面有一种焦急万分的感觉 他们并不知道当初是沈丰战胜了 星陨神殿的店主 陆天奇冷笑了一声 到当初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能够拥有和我对战的资格 不过 在你答应下这场生死战的时候 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比全山上下拥有最大价值的地方 就是你这颗长得很像天赐的头颅 你不配拥有它 今天我会亲自将你的这颗头颅给拧下来 话音落下之际 陆天奇再也不想和沈丰多废话了 他现在对自己的战力有着十足的信心 全身浑厚气势暴冲而出的瞬间 他的身影顿时朝着沈丰掠了过去 底下的人见此 其中孙万里和陆静元等这些强者 他们很快就能够断定 陆天奇如今的速度 可以初步比你神缘近六层的修饰了 既然能够爆发出此等速度 那么其战力肯定也不会弱的 在众人脑中闪过各种念头的时候 沈丰脚下的步子同样动了 他的身影顿时迎向了陆天奇 而且他所展现出的速度并不比陆天奇慢 砰的一声 互相靠近的沈丰和陆天奇 在进行了一次拳头上的对轰之后 他们两个脚下的步子 同时退后了猝步 这算是陆天奇第一次和沈丰对战 此刻他感觉和沈丰对轰的拳头 有一些微微的发麻 他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沈丰的速度和力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雷台下 孙万原本想要对自己的父亲传音 让其在危急时刻将沈丰给救下来 但他现在看到这一幕后 脸上闪过了难以置信之色 陆天奇能够爆发出这等战力 毕竟他拥有了神缘近二层的修为 虽说他的越级战斗能力很强 但还在大家的接受范围内 可沈丰只有速魂近六层的修为啊 陆雨晴和王清月等人震惊的同时 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而陆家的陆敬远和陆永浩等人 倒是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原本嘴角冷然的笑容收敛了 和陆天奇对轰了一拳的沈丰 大致对陆天奇的战力有了一定的了解 虽说陆天奇的战力确实很强 但比当初星云神殿的店主 还是要弱上一些的 不过 沈丰和星云神殿店主的一战 之所以最后能够取得胜利 其中有一些侥幸的成分 可以说那时候星云神殿的店主 没有去真正的正视沈丰 最终才落得惨败的下场 沈丰知道陆天奇 尽管比星云神殿的店主弱一些 但其手里肯定有不少底牌的 他必须要速战速决才行 最好是让陆天奇 没有施展底牌的机会 在他脑中闪过这些思绪的时候 陆天奇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这回陆天奇还没有真正的靠近沈丰 他便迅猛无比地拍出了一掌 必掏视灭掌 空气中顿时有海浪的声音在响起 只见一层层犹如巨浪一般的碧绿色能量 朝着沈丰所在的地方吞噬而去 雷台上的石砖终于是不堪重负 再不停地出现一条条的裂纹了 恐怖的巨浪犹如是能够吞噬一切 这乃是陆家内的一种二品神通 而沈丰早已经施展出了九品防御类战技神木 他的四周快速地凝聚出了一面面能量木布 可这毕竟是九品防御类战技 绝对是挡不住必掏视灭掌的 不过 在看到能量木布被破开的瞬间 他再一次施展出了神木 而且施展的速度极快无比 重新凝聚出来的能量木布 又将巨浪般的恐怖攻击给抵挡了一会 经过两次神木的抵挡之后 恐怖巨浪攻击内的威能被消耗了不少 在第二次施展神木的时候 沈丰周身也凝聚出了浑厚无比的防御层 碰当木布能量再一次被破开的时候 恐怖的巨浪攻击将沈丰给吞噬在了其中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着被巨浪能量吞噬的沈丰 很快 当这些巨浪能量逐渐消散的时候 众人隐隐看到在沈丰背后的空间里 凝聚出了一头荒谷赤笑虎的虚影 赤虎笑 沈丰眼眸一片冰朗 那头荒谷赤笑虎张开着血盆大口 发出了一道害人至极的嘶吼 刚刚沈丰是靠着自身 强行抵抗住了巨浪攻击内剩下的威能 虽说他陷在身上的不少地方 全都在溢出鲜血 但他完全没有生命威胁 在赤笑虎这一招的骇人声波攻击下 陆天琪脸色猛烈变化着 他完全没有想到 沈丰会如此快速地展开反击 最重要 他没有预料到 在自己这一招必掏视灭掌下 沈丰竟然只是受了皮肉上的伤势 不过 陆天琪的反应速度很快 他第一时间凝聚出了防御 身上的衣衫虽说被全部震碎了 耳朵里也在流出鲜血 但他并没有倒飞出去 只是脚下退后了五步而已 正当陆天琪被赤虎啸震的头晕目眩的时候 沈丰没有停歇的再一次展开了攻击 木魂术 他瞬间施展了天血族的天赋秘术 沟通到了围墙上的一根根密集藤蔓 这一刹那 那些藤蔓全都活了过来 陡然之间以一种恐怖无比的速度 朝着陆天琪冲击而去 每一根藤蔓之中 全都蕴含着骇人的穿透之力 空气中刺耳的破空声不止 当陆天琪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完全失去了躲避的机会 整个人让四周的防御变得更加浑厚的同时 身影随即踏空而起 只可惜 扑哧扑哧扑哧 一道道血肉被破开的声音接连响起 陆天琪的防御在这一根根藤蔓之下 犹如是比纸张还要脆弱 很快 陆天琪身上就被几十根藤蔓给穿透了 不过 在沈丰的刻意控制下 陆天琪的致命部位全都没有被藤蔓攻击到 如今 陆天琪被几十根穿透他身体的藤蔓 掉在了半空之中 从他身上的很多地方都在流出鲜血来 沈丰抬头看了眼陆天琪 平淡地问道 告诉我 现在你想怎么拧下我的头颅 第二千八百五十张我随时奉陪 扑 一大口鲜血从陆天琪口中喷洒而出 他刚刚想要催动自己体内的玄器 以此来挣脱一根根穿过身体的藤蔓 然而 身为藤蔓掌控者的沈丰 能够通过那一根根藤蔓 感知到陆天琪身体内的 每一个细微变化 沈丰能够通过控制藤蔓 让陆天琪运转不起玄器来 只要没有玄器的提供 他便百分之百施展不出底牌 方才沈丰施展的赤虎啸 拥有顶尖一品神通的威能 而以他现在的能力 沟通一根根藤蔓之后 所施展的木魂术 绝对拥有了顶尖三品神通的威能 昨天在无量商行的时候 沈丰进入了血红色戒指内 散物了一下木魂术 毕竟血红色戒指空间内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 所以沈丰在其中停留了不少时间 通过如此不停的散物和修炼 他对木魂术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本他之前哪怕是沟通藤蔓 最终施展出木魂术 也最多是能够比你二品神通罢了 至于他如今通过树叶和花草来施展木魂术 绝对是要比沟通藤蔓弱上不少的 沟通树叶和花草 其如今的威能最多是比你二品神通 之前 他对木魂术没有理解的如此透彻时 沟通树叶和花草之后 施展出的木魂术还要弱上一些的 当初和新允神殿的殿主对战的时候 由于四周没有藤蔓 沈丰倒也不能施展木魂术 不过就算是可以施展 那时候以沟通藤蔓来施展的木魂术 也最多是二品神通罢了 至于赤虎啸 在和新允神殿的殿主对战时 这一招还有一些粗糙和不完美 所以沈丰当初也没有施展 但是沈丰那时候对战新允神殿的殿主 出其不意地激发了金炎圣体 并且由于对方故意把他激怒 促使他有了足够的木气和战役 最终施展的晴天一拳 倒是能够比你普通三品神通的 如今沟通藤蔓之后所施展的木魂术 比当初怒气和战役汹涌的晴天一拳都要强 毕竟现在沟通藤蔓的木魂术 唯能可以比你顶尖三品神通了 陆家的陆敬远和陆永浩等人 看着模样凄惨的陆天奇 他们脸上浮现了滚滚怒火的同时 心里面对沈丰的战烈而感到骇然 整个陆家之内 没有人预料到肃魂镜六层的沈丰 竟然强到了如此程度 苗家的苗玉男和苗惠明等人 原本想要看到沈丰被陆天奇拧下头颅的 可结果却是陆天奇变得如此凄惨 他们喉咙里不停倒吸着冷气 至于之前在陆家门口 对王成一等人传音的王海恒 他刚才在传音中表示了 沈丰今天嚣张不了多久的 但眼前这一幕 无疑是一个大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 让他感觉火辣辣的疼痛 擂台上的沈丰 没有去理会众人的情绪变化 他看向周吉元 说道 这家伙之前让你的丹田受到损伤 现在到了你出手的时候 上来吧 转而 他又看向了陆静远 道 陆家主 这场生死战 我应该算是赢了吧 如今这家伙的姓名任由我处置 陆静远脸色阴沉的要滴出水来了 他的手掌紧紧握成了拳头 要不是在场有这么多外人在 他早就爆发出全部战力 以最快速度将沈丰给拍死了 可现在如若他反悔的话 那么陆家将彻底变成一个笑柄 况且如今中神庭的孙万里还在场的 周吉元在愣了一下之后 他没有过多的犹豫 身影随即掠上了擂台 他还记得之前沈丰对他说 陆天奇的性命由他来处置的那一番话 当时 周吉元觉得这很难做到 甚至隐隐感觉这是沈丰对他的一种安慰 如今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周吉元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 尽管有那么多双愤怒的眼睛在盯着他 但他却有一种热血澎湃的激动 陆家在冬域确实强大的可怕 但这一刻 周吉元忘了这些 他只想要将心中的憋屈释放出来 在沈丰的操控之下 穿过陆天奇身体的一根根藤蔓在降低 最终把陆天奇放在了地面上 不过 这些藤蔓并没有从陆天奇的身体内抽离出来 陆天奇目光盯着周吉元 道你敢对我动手试试看 周吉元文言 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干枯的手掌握成了拳头 他没有施展任何战技和神通 直接一拳拳的朝着陆天奇的身体轰杂而去 砰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 陆天奇在一根根藤蔓的影响下 完全凝聚不出任何的防御来 在周吉元的一拳拳轰杂下 他身上似简出了数不尽的血肉 够了 到此为止吧 陆敬远终于是开口了 沈丰对着周吉元 道 别停手 把他打死为止 他在生死战中输给了我 如今我有权利决定他的死活 周吉元自然是听从沈丰的话 他轰出去的拳头完全没有要停止下来的趋势 渐渐的从陆天奇的喉咙里发出的惨叫声在越来越大 他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全都在被周吉元的一拳拳而轰杂的完全爆裂开来 孙万里见陆敬远好像要动手 他说道 陆家主 我相信陆家是一个信守沉默的家族 你们陆家的这种品质很让我佩服 听得此话 陆敬远体内的气势猛地停顿住了 不远处的赵凤仪也说道 陆敬远 你是陆家内的家主 你今天如若动手的话 那么就别怪我不顾一切的动手了 反正我也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陆敬远紧紧咬着牙齿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个陆家家主有些憋屈 在他脑中犹豫之际 陆天奇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只见陆天奇的身体彻底被周吉元给轰爆了开来 鲜血溅满了他全身 但他脸上却是无比痛快的表情 沈丰见陆天奇死亡之后 他对着雷台下的赵凤仪 带着歉意说道 祖奶奶今天是你的寿宴 我理应不该在今天 让人在这里如此鲜血淋漓的死亡 我不等他把话说完 赵凤仪便打断道 我的好曾孙 你喊我一声祖奶奶 我们之间便没什么好道歉的 向这种要取走你性命的人 必须要立马杀死才行 沈丰文言 点了点头之后 又将目光看向了苗家的苗玉男和苗惠明等人 道 我给你们苗家一个机会 如若你们苗家要为之前的事情而报仇 我沈丰随时奉陪 哪怕现在你们苗家也想要和我来一场生死战 我绝对会直接答应 第二千八百五十一章战时平息 在沈丰说出这番话之后 在场不少人全都将目光 集中在了苗家家主苗玉男的身上 或许苗玉男不配成为沈丰的对手 但苗家之内有一位十分强大的老祖 其战力绝对是在如今的露天旗之上 之前 王清月曾对沈丰说过 苗家内的那位老祖 甚至要比星陨神殿的殿主强上一些的 在众人看来 如果苗家让那位老祖出来挑战沈丰 那么说不一定有很大的胜算 可是在这些人脑中各有所思的时候 一道传音回荡在了苗玉男的脑中 从此以后 我们苗家不要有任何报酬的念头 从刚刚的战斗之中 我无法推断出他是否还有底牌 像他这种人必须要一口气碾压至死 否则我们整个苗家都会灭亡 我不想赌上整个苗家 一旦我出事了 苗家将无法在东天城生存下去 李亲自对他道歉 眼下在对苗玉男传音的 绝对是那位苗家内最强的老祖 虽然他没有出现在苗玉男的身旁 但肯定也是进入了陆家内的 一直在暗处关注这场生死战 苗玉男听到老祖的传音之后 他喉咙里反而松了一口气 实在是刚刚沈丰所爆发出的战力 让他彻底失去了胆气 在平稳了一下情绪之后 苗玉男缓缓从嘴巴里吐出一口气 目光看向沈丰 说道 其实之前的事情是我们苗家人有错在先 我现在也想通了 不该把怒火集中你的身上 是我这个家主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家人 我在这里正式向你道歉 并且我以修炼之心发誓 从此以后 苗家不会再有任何报酬的念头 沈丰没想到苗家会如此悬崖了马 在他看来苗玉男自己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毕竟他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 简直是将苗家的脸给打肿了 就算苗玉男能够咽下这口气 还有苗家的老祖存在 除非是苗家的老祖让苗玉男这么做的 毕竟如今苗玉男直接用修炼之心发誓了 这是一种对于这个决定不后悔的姿态 在场的陆敬远 陆永浩和陆宇燕等人 同样没想到苗家真咽下了这口气 至于依附于苗家的王家老祖王海恒 如今整个人瞬间老了很多岁 后背变得更加弯了 沈丰看着苗玉男 在和苗家的接触之中 他没有吃任何亏 如今既然苗玉男都以修炼之心发誓 那么他也不想再追究下去 他道 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苗玉男郑重地点头道 我会记住的 以后苗家不会再来招惹你 对此 沈丰不再去理会苗家之人 他已经从擂台上走了下来 回到了赵凤宇的身旁 注意力一直在沈丰身上的孙婉 对着孙婉里传音 说道 真没想到在修为抵达素魂境之后 他越级战胜对手的能力 好像变得更强了 最重要 他还没有将金颜圣体激发出来 当初沈丰以封无尘的身份 去参加孙婉里举行的中神庭考核时 当众激发过金颜圣体的 孙婉里看着自己女儿美眸里闪烁异彩的模样 他用传音问道 婉人 你是对这位小友产生兴趣了 孙婉自然清楚自己父亲这番话的意思 他传音说道 我只是比较欣赏他的战力和天赋而已 孙婉里不再和自己的女儿用传音交谈 他在心里面暗自想到 这种越级的战斗天赋 确实是无比的恐怖 他的未来肯定会极为精彩 当孙婉里心里面发出赞叹的时候 站在陆静远身旁的陆永浩 身上神圆近三层的气势 越来越不受他的控制 沸腾的怒火在他身上翻滚不止 要知道 陆天奇平时和他走得比较近 他身为陆家如今的第一天才 如若将来没有意外的话 那么绝对可以坐上家主的位子 到时候 手底下肯定要有几个最信任的人 原本陆天奇就是他看重的人之一 如今陆天奇却死在了一个 长得像陆天词的人手里 他真的无法忍受这种憋屈 而且之前在陆家门外 他也已经忍受够了 作为陆家内的第一天才 而且修为在神圆近三层之内 陆永浩的战力绝对在陆天奇之上的 他脚下不择跨出的瞬间 地面立马碎裂了开来 一些碎石飞溅到了半空之中 在场大部分人的目光 瞬间被陆永浩吸引了过去 孙万里见此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他对着陆静远 道你们陆家的人难道输不起吗 此人就是你们陆家如今的第一天才 他的品性不怎么样啊 如若你们陆家输了一个人 再重新站出来一个人挑战 那么就算你们以这种车轮战的方式 将对方战胜了又如何 陆家在东域内的影响力很大 你们应该拿出一点大势力的气度来 身上气势汹涌的陆永浩 在听到孙万里的这番话之后 他的气势猛然一顿 面对中神庭藏宝阁的这位阁主 陆永浩可没有勇气去对抗 他清楚对方的战力极强 应该只有陆家内的老祖 才有资格和孙万里对战了 赵凤仪冷声说道 今天陆家内不是给我举办寿宴的吗 照理来说我才是今天的主角 你们还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陆静远目光在孙万里和赵凤仪身上 依次扫过 他身体有些紧绷 汹涌的力气在其体内翻腾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开来 静远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接下来陆家应该热热闹闹的帮凤仪举办寿宴 停顿了一下 这道声音再次响起 孙格主 我们这些老头就不出来凑热闹了 你难得来陆家做客 你可要尽兴才是 不少陆家的人都能够听出 这道声音来自于陆家内 一位十分强势的老祖 这番话等于是在为沈丰和陆天奇的生死战 画上一个句号了 从中可以听出 至少目前陆家不会追究沈丰杀死陆天奇的事情 陆静远冷静下来之后 觉得老祖说的这番话有道理 如今孙万里在陆家之内 而且赵凤仪如此维护沈丰 确实不是一个动手的好机会 最重要 一旦陆家当中动手 将会受到名誉上的损耗 毕竟这场生死战是陆天奇去提出来的 最后陆家如若不信守沉默 那么陆家可就真的要闹出大笑话了 永浩 这是陆天奇自己的决定 他如今败在了对方手里 我们陆家就要愿赌服输 陆静远平淡地说道 此时此刻 今天这场风波也算是暂时平息了 第2852章令人疯狂 陆家宴会厅内 一种古怪的气氛充斥在其中 之前在陆静远开口之后 陆永浩只能够继续憋屈着 在陆静远的安排之下 所有人全部来到了陆家的宴会厅 里面早就经过了一番布置 看上去倒是非常喜庆 作为赵凤怡孙子的陆静远 原本安排赵凤怡坐在主桌上的 而赵凤怡自然是要拉着沈丰一起坐到主桌去 不过沈丰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毕竟陆静远和陆永浩等人肯定都要坐在主桌上的 他现在只想留在这里陪着赵凤怡过完这场寿宴 然后就借用陆家内的大型名文传送阵 直接去往西域之内 赵凤怡见沈丰不愿意坐在主桌上 他就跟着沈丰一起坐到了旁边 把主桌留给了陆静远和陆永浩等人 这让陆静远十分的尴尬 此刻赵凤怡沈丰陆雨晴卫生和王清月等人 坐在了主桌旁边的一张桌子上 至于孙万里毕竟是陆家邀请来的 他只能陪着陆静远坐在主桌上 此刻陆静远虽然早就冷静了下来 但对于之前孙万里多次帮沈丰说话 他心里面还是有些不解的 难道说孙万里只为了正义二字吗 不过陆静远自然不会把心里面的想法放在脸上 他对着在场的陆家下人 说道上茶 随后便有一格格陆家下人 端着一个格茶杯走了进来 每一个茶杯中都已经倒好了茶水 陆静远手中拿着一个茶杯 站起身看向在场的所有人 道今天是我奶奶赵凤怡的寿宴 理应是要喝酒的 不过这云月茶要比酒水珍贵多了 凡是今天在场的客人 都可以喝上三杯云月茶 如若再多的话 那么我们陆家可就要承受不起了 虽说最后一句是陆静远的玩笑话 但这云月茶确实珍贵无比 在场的宾客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不少人眼眸里闪烁起了光芒 沈丰看着放在自己面前的一个茶杯 只见里面的茶水之中好像有一轮弯月倒映在其中 在弯月旁边还有隐隐的一朵云 茶水中能够形成磁灯景象 确实是非常奇特的 最重要 休士在喝了云月茶之后 除了可以凝神静气以外 还能够对肉身有一定的用处 不过 休士在喝云月茶的时候 以普通的茶杯来计算 只有在喝前五杯的时候 才能够对肉身有一定的用处 从此之后 在第六杯开始 休士从中都无法得到肉身上的好处了 唯有凝神静气的功效还存在 说的简单一点 想要从云月茶中获得肉身上的好处 唯有前五杯才有效果 不过 哪怕是这样 云月茶也十分的珍贵了 可以说在二重天之内 云月茶的数量并不多 陆家能够在今天 让每一个宾客都喝上三杯云月茶 确实是出了一点血 沈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紧接着 她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这云月茶对她的肉身是没有用处了 看来她的肉身早就超出了云月茶能够提升的范畴 但是其中宁神静气的作用还在 可沈丰已经对这云月茶没有兴趣了 她随手将茶杯给放了下来 不禁摇了摇头 主桌上的陆永浩 一直在注视着沈丰 在她看到沈丰摇头的时候 她站起身直接开口 说道 小子 你如此摇头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云月茶的珍贵吗 一般的顶级势力内根本没有云月茶的 你能够在今天喝上云月茶 这绝对是你的运气 众人在听到陆永浩的话之后 再次将目光定格在了沈丰的身上 大家都能够看出沈丰对自己面前的云月茶 好像真的没有太大的兴趣 陆静元冷声说道 小子 如若你还想要捣乱的话 那么立马给我滚出陆家去 陆家对于你和陆天琪的事情虽说不追究了 但陆家之内容不得你来放肆 沈丰原本真的只想要安静的 等着寿宴结束 可如今陆永浩和陆静远又跳了出来 这让他心里面隐隐有些不爽 之前 在获得阎神剩下那些传承的时候 他还从阎神哪里获得了100罐盐雾茶 要知道盐雾茶的罐子 每一个都有一米左右高呢 可以说每一个罐子内 都能够装下数量惊人的盐雾茶 最重要 盐雾茶在阎神那个时代 就是一种无比罕见的茶叶 拥有火属性天赋的修饰 在喝了盐雾茶之后 火属性天赋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 而且盐雾茶是没有特殊限制的 当初沈丰的火属性天赋抵达神话级别之后 在喝了盐雾茶后 也还能够提升一丝火属性天赋的 由此可见 如若是火属性天赋比较弱的修饰 在喝了盐雾茶之后 其天赋肯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 当然 哪怕是没有火属性天赋的修饰 也是能够喝盐雾茶的 沈丰将自己茶杯内的云雾茶直接倒在了地上 随后对着自己这一桌的人 说道 你们也把云雾茶倒了 我这里有更好的茶叶 赵凤仪等人再愣了一下之后 选择和沈丰一样把云雾茶倒在了地上 这一幕让陆静元脸色越发的难看 沈丰自然没有去理会陆静元等人的表情 他肯定不会直接拿出一大罐子 而是从血红色戒指内取出了一把盐雾茶 然后 他将火红色的茶叶 分别放入了这一桌所有人的杯子里 桌子上有装着普通热水的茶壶 沈丰用里面的水冲泡了一杯盐雾茶 从其中顿时有点点红色光芒在闪烁 滚滚生腾的火热之气 从茶杯之中冒了出来 犹如是仙气一般 他看着赵凤仪等人 说道 祖奶奶 你们也别愣着 赶紧自己冲泡一杯尝尝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赵凤仪 卫生和王清悦等人 依次动手给自己冲泡了一杯 当他们喝下第一杯盐雾茶的时候 其中不少火属性天赋较弱的人 身上顿时蒸腾起了恐怖的火热之意 一种玄妙的气息 在他们身上缭绕不停 其他桌上的一些神员静强者 在看到沈丰等人这一桌的变化之后 有人震惊无比地说道 他们竟然在提升火属性天赋 这怎么可能 在看出了王清悦等人身上的变化之后 在场这些修饰一个个全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情绪之中 第2853章堪比圣体 在沈丰这一桌人之中 陆宇晴是不存在火属性天赋的 他因为拥有荒骨寒体 所以不可能天生拥有火属性天赋 这荒骨寒体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体质 一般情况下 绝对会给修饰带来死亡 凡是拥有荒骨寒体的修饰 身体之内都拥有一种特殊的疾寒之力 平时这种疾寒之力 隐藏在修饰的身体里 但每个一段时间 这种疾寒之力都会彻底爆发一次 恐怖的疾寒之力会冰冻修饰的血液 骨骼和经脉等等 促使修饰在极致的冰冻中死亡 曾经每一次极寒之力爆发的时候 陆雨晴都需要服用一种 保住经脉和骨骼等等的灵异 然后靠着顽强的意志力咬牙坚持下来 当初在第一次遇到沈丰的时候 陆雨晴正好身体内极寒之力爆发 虽说沈丰在荒骨药神的传承之中 找到了彻底帮陆雨晴根治的办法 但当时他的修为太弱 还无法完全施展那种手段 最终只能够暂时帮陆雨晴压制九个月 如今算一算时间 从第一次遇到陆雨晴开始 已经过了不少日子 沈丰感受到陆雨晴的变化是最小的 所以他忽然想起了陆雨晴 拥有荒骨寒体的事情 不过他能够判断出陆雨晴的身体之内 如今也在隐隐滋生活属性天赋 应该只要喝下足够多的盐雾茶 陆雨晴绝对能够拥有真正的活属性天赋 盐雾茶第一次冲泡的效果最好 在冲泡了五次之后 其中的效果将会彻底消失 这就意味着要换茶叶了 沈丰站起身 右手掌搭在了陆雨晴的肩膀之上 道雨晴 你继续喝茶 陆雨晴此刻身体内暖乎乎的 这是一种无比舒服的感觉 他对盐雾茶也有一种渴望 于是 他并没有犹豫 继续开始往自己的茶杯内倒水 在连续喝了五杯之后 杯中的盐雾茶没有效果了 沈丰又重新给陆雨晴杯中 添加了全新的盐雾茶 他可以感觉到陆雨晴身体内 犹如在萌发一颗火焰种子 这种变化在让其体内隐藏的极寒之力 逐渐融合近其全身血液 骨头和经脉等等之中 只要这些极寒之力和陆雨晴彻底融合 那么陆雨晴今后将再也不用为 荒骨寒体烦恼了 沈丰没想到盐雾茶对陆雨晴 竟然会有这等作用 不过 哪怕没有盐雾茶 以他如今的修为 也绝对可以帮陆雨晴 彻底根治荒骨寒体 但在有了盐雾茶的辅助之后 沈丰倒是可以变得更加轻松 他将自己的玄气渗透 进了陆雨晴的身体之内 准备在这陆家的宴会厅内 帮陆雨晴彻底融合身体内 隐藏的极寒之力 如今喝了盐雾茶的卫生 和王清悦等人 也完全体会到了这种茶叶的好处 卫生作为无量宗宗主的儿子 他曾经倒是看过不少片门的书 他深了一口气 道 这难道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盐雾茶 正在帮陆雨晴引导的沈丰 看了眼卫生 道不错 这就是盐雾茶 既然已经拿了出来 那么根本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在得到沈丰的确定之后 卫生和周吉原等人全都无比的不平静 包括赵凤怡同样是十分惊叹 至于在场其余桌上的修饰 他们全都是一脸羡慕嫉妒恨的 估计在如今二重天的其他所有顶级势力内 都不存在盐雾茶的 哪怕是掌管中神庭藏宝阁的孙万里 脸上同样有惊讶的神色闪过 至于陆敬远和陆永浩等陆家之人 此刻的心情比吞了苍蝇还要难受 云月茶和传说中的盐雾茶相比 确实就如同垃圾一般 沈丰继续在让陆雨晴喝下一杯杯的盐雾茶 这些茶水进入陆雨晴身体之后 其中的水分很快会蒸发 唯有功效会存留在陆雨晴身体之内 沈丰不停在用自己的旋气 引导着盐雾茶内的火热功效 同时以一种特殊的手段 让陆雨晴身体内隐藏的极寒之力 快速地融合近其血液和骨骼等等之中 在场的人并不知道沈丰在做什么 哪怕是陆家的人也猜不出来 虽然他们知道陆雨晴有荒骨寒体 但他们没听说过盐雾茶能够治疗荒骨寒体 用单独的盐雾茶来治疗荒骨寒体 或许最终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无法让陆雨晴体内的所有极寒之力 完全没有遗漏地融合进他的血液等等之中 但在有了沈丰的特殊手段之后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加上盐雾茶的配合 沈丰操作起来十分地轻松 某一瞬间一股极致的冰冷之力 从陆雨晴身体内爆发出来 但他脸上没有任何一丝痛苦 反而有一种痛快的表情 他四周的地面全部被冰冻了起来 身上星园镜四层的气势开始变得不稳 瞬间跨入了星园镜五层之内 同时轰的一声 宴会厅的顶部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众人抬头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了 只见蔚蓝色的天空之中 出现了一具庞大无比的冰骨架意象 一时间 一种骇人的威压之力 从那冰骨架之上散发了出来 这这是荒骨寒体完全融合 静修式体内的意象 完全融合的荒骨寒体 才是真正的荒骨寒体 要知道可以爆发出 威能的真正荒骨寒体 绝对可以堪比圣体的 而且一般的圣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能还不如荒骨寒体 陆宇晴之所以被陆家边缘化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 他有着荒骨寒体 在陆家人看来 他是注定成长不起来的 但这一刻 陆静元等人全都傻眼了 陆宇晴获得荒骨寒体的支配权后 他体内积攒的能量全部爆发 他的修为还在往上提升 一层层狂暴无比的气势 在宴会厅里回荡着 汹涌无比的玄气 全都灌入到了宴会厅内 沈丰早已经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此刻 身上其实在极致攀升的陆宇晴 周身的空间之内 有冰雪在凝聚出来 一朵朵的雪花缭绕在他的周身 他犹如是一位冰雪公主一般 这一瞬间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了陆宇晴的身上 他们知道从今以后 冬天城内将会出现一位顶级天才 第2854章这是圣堡 整个陆家宴会厅内被恐怖的冰冷所笼罩 陆宇晴身上的气息已经突破到星源禁九层 这等连续突破的速度 简直是快的吓人 这些年 他一直在压制身体内的极寒之力 所以他身体内的冰属性能量积压的越来越多 可以说 对于陆宇晴而言 每一次身体内极寒之力的爆发 这意味着下一次爆发的极寒之力 会变得更加的强悍一些 有了从小到大这么多极寒之力的基载 如今他的这些极寒之力 彻底融入他的血液和骨骼等等之中 他自然是能够获得巨大的好处 而且荒谷寒体非常不一般 真正融合了荒谷寒体的陆宇晴 能够对这些修为层次 有足够透彻的三物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二重天的历史长河之中 也是有人一出生就带有荒谷寒体的 可那些人之中 没有一个是真正将荒谷寒体融合的 据说在三重天之内 才有能够真正融合荒谷寒体的修饰存在 那三重天内极少促拥有荒谷寒体的人 全都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光芒 甚至是能够力压一些圣体的觉醒者 天空中白色的巨大冰骨架意向上 在出现一些若隐若现的红色 而且那些红色再逐渐定格下来 宴会厅内的一些强者在看到这一幕后 有人喉咙里倒吸了一口冷气 拥有特殊属性的荒谷寒体 这可是比普通的荒谷寒体更加强悍的存在 一时间 整个宴会厅里开始有各种小声的议论响起 这次陆家真是看走眼了 这陆雨晴的未来绝对是在三重天之内的 以他如今特殊属性的荒谷寒体 就算是三重天内的强大势力 也愿意直接招收他入门的 而且他绝对能够得到重点培养 陆家之前为什么要将陆雨晴边缘化 他好歹也是陆家家主的女儿啊 陆家这一步走得太臭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陆家内对陆雨晴的荒谷寒体完全没有办法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让陆雨晴融合荒谷寒体 如今是这位击败陆天奇的小友 帮助陆雨晴融合了荒谷寒体 这位小友的手段足够可怕啊 不错 我倒是也觉得这位小友更加难得 他在速魂近六层就能够拥有这等战力 他的未来绝对不会比陆雨晴差的 这些议论声虽说很轻 但以陆敬远和陆永浩等人的修为 他们可以将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身为陆雨晴父亲的陆敬远 其脸皮剧烈地抽动着 脸上的表情不停变化着 此刻拥有特殊属性荒谷寒体的陆雨晴 甚至比曾经的陆天赐还要天才 可他这个做父亲的 早就已经放弃了陆雨晴 甚至他之前还抽了陆雨晴一巴掌 如今他自然是开始后悔了 对于一个大势力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天才 唯有其类的天才足够耀眼 将来这个势力才会不断地向上走 陆敬远阴沉地盯着沈丰 这后悔的滋味全都是沈丰给他带来的 如若沈丰没有出手的话 那么陆雨晴绝对不可能融合荒谷寒体 一旁的孙万里感受到陆敬远体内释放出的力气 又看到陆敬远盯着沈丰的目光之后 他说道陆家主 你的女儿融合了特殊属性的荒谷寒体 你现在肯定很高兴吧 在听到孙万里的话之后 陆敬远这才压制住了不停冒出的力气 这次他并没有开口 内心是无比的复杂 孙万对着孙万里 说道 父亲 我记得你说过 曾经我们中神庭之内 也出现过一位拥有荒谷寒体的修士 只可惜最后我们中神庭耗费了无数手段 也无法让其彻底融合荒谷寒体 由此可见 在如今的二重天之内 真正融合了荒谷寒体的人 估计只有这个小丫头一个人了 陆敬远在听到孙万的话之后 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几分 作为陆雨晴姐姐的陆雨嫣和陆雨霜 眼眸里的神色不停地闪烁 他们没想到陆雨晴会有这么耀眼的一天 而且这一切都来自于沈丰 这个他们之前想让其跪在城门外 并且毁了其这张脸的人 陆永浩作为陆家的第一天才 如今见陆雨晴的天赋超越了他 其心里面自然是非常不好受 在这些人各有所思的时候 陆雨晴盘腿坐在了地面之上 他身上星圆近九层的气息越来越强 估计还是有向上突破的可能性 他在逐渐适应了融合后的荒谷寒体之后 慢慢地将身体内透出的极寒之力收了回来 缭绕在他周身的雪花也逐渐消散 天空之中被染上一层红色的巨大冰骨架 开始化为点点红色的冰碎 最终完全消失了 大厅内恢复了正常 陆雨晴依旧闭着眼睛盘腿而坐 沈丰对于陆家人的情绪变化 他根本不想去理会 目光看向了赵凤怡 道 祖奶奶 今天是你的寿宴 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说话之间 他手中多出了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青色衣衫 卫生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无量商行的那件青色衣衫 不过 为了确定一下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沈道友 这是你之前在我们无量商行买下的青色衣衫 沈丰点了点头 众人在看到之后 他们脸上闪现了古怪之色 对于东天城无量商行内的那件青色衣衫 在场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 毕竟曾经这件青色衣衫吸引了不少名文师前来的 可最后没有人能够看懂 这青色衣衫内残缺且断裂的复杂名文 于是 这件青色衣衫在无量商行内的价格也一降再降 陆永浩等人没想到沈丰会拿出这么一件垃圾出来送礼 他们从刚刚对陆雨晴的震惊中缓了缓神 陆永浩对着赵凤怡 说道祖奶奶亏你对他这么好 甚至为了这么一个人的曾孙 要和整个陆家翻脸 你看看他如今给你送的是什么垃圾 沈丰没有去理会陆永浩 将这件青色衣衫递给了赵凤怡之后 道祖奶奶 你将这件青色衣衫套在你如今的衣服外面 赵凤怡对于陆永浩的话也毫不理会 他听从了沈丰说的 将青色衣衫套在了现在穿的衣服外面 这一瞬间 青色衣衫根据赵凤怡的身材 快速地变化了一些大小 促使能够更加适合他 紧接着 在众人平淡的目光之中 隐隐有一种神圣的气息 在从这件青色衣衫内转出来 在场的一名神员竞强者 难以置信地说道 我果没有感觉错吧 这是圣保的气息 第2855张憋屈的陆家穿上青色衣衫的赵凤怡 对于圣保气息的感应最为强烈 他纯粹是真的把沈丰当作自己的曾孙看待 所以无论沈丰送出什么礼物 他都会十分高兴地收下 可以说 赵凤怡完全没想到这件青色衣衫乃是一件圣保 他曾经也听说过无量商行内的这件青色衣衫的 照理来说 在二重天之内 应该没有人能够修复其中缺失且断裂的名文了 转而 赵凤怡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之前东天城内出现了圣保诞生时的异象 难道就是这件青色衣衫被人修复之后 所形成的异象吗 当初对战血亡虫的时候 赵凤怡等在场的人 全都知道了沈丰是一名八阶名文师的 如今赵凤怡这么一想 他知道以沈丰的名文造诣 要补完这件衣衫内的名文 其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八阶名文师的这等造诣 绝对是二重天名文界的第一人 卫生目光灼灼地盯着沈丰 根据之前飞行法宝上 5号修炼室内的情况 再加上如今这件被修复的青色衣衫 他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 沈丰的名文造诣绝对抵达了一个可怕的程度 他心里面十分地激动 看来这次他是独队了 接下来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沈丰这边 至于王清月和王福州等人 并不知道沈丰是一位强大的名文师 虽说当初他们是亲眼看到沈丰买下这件青色衣衫的 但他们猜测沈丰绝对暗中找人修复了这件青色衣衫 或许在沈丰背后也有一个恐怖势力的 毕竟这青色衣衫曾经有那么多的名文师钱来感应过 甚至还有二重天最顶尖的那一批名文师联手一起三物 可最终都没有能够获得任何有用的东西 更何况 在王清月等人看来 沈丰的战力已经这么强了 应该不会浪费精力去研究名文意图 苗家的家主苗玉南 看着那件被赵凤仪穿上的青色衣衫 他嘴角多了一丝苦涩 心里面肯定了一件事情 之前圣堡诞生的异象 绝对是这件被修复的青色衣衫所形成的 当初他和苗家的大长老聊过诞生的那件圣堡 还想要去争取获得那件圣堡的 可谁知道诞生的那件圣堡 竟然在沈丰的手里 如今反正他以修炼之心发誓了 今后苗家不会再去对沈丰报仇 他也算是认清了现实 这沈丰身上隐藏了太多的秘密 在其背后绝对有着一个恐怖的大势力 如今的苗家是得罪不起沈丰的 苗玉南同样不认为这件青色衣衫 是被沈丰修复好的 刚刚嘲讽沈丰的陆永浩 如今脸上的表情彻底僵硬住了 方才他竟然说沈丰送出的是垃圾 这可是圣堡啊 在如今整个陆家之内 才总共有两件下品圣堡而已 沈丰却直接送给了赵凤怡一件圣堡 这绝对是大手笔了 祖奶奶 你试着去激发一下这件圣堡 沈丰在一旁说道 赵凤怡此刻的情绪十分激动 他将自己身体内的玄器 朝着这件衣衫内快速灌入 在场的其余人全都屏住了呼吸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赵凤怡 想要看看这件圣堡有什么作用 随着赵凤怡将旋气不停的注入 青色衣衫上透出的圣堡气息越来越浓 空气中在出现一种恐怖的圣堡威压 根据此等浓郁的气息和威压来判断 陆静元等一些神圆境的强者 他们很快就断定了 这绝对不是一件夏品圣堡 其品级抵达了中品的层次 一时间 这让更多人倒吸着冷气了 夏品圣堡和中品圣堡之间 虽然好像只相差一个等级 但这两者之间的珍贵程度 绝对是天差地别的 换句话说 整个二重天之内的中品圣堡 绝对是十根手指可以数得过来的 至于夏品圣堡倒是要比中品圣堡多上不少的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再说 论到威能的话 估计十件夏品圣堡 也比不上一件中品圣堡 这一刻 很多人眼睛里都闪现了炽热的光芒 孙万里对着孙婉传音 说道 这位小友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赵凤仪只是他认的祖奶奶而已 他却直接送出了一件中品圣堡 在我们整个中神庭之内 中品圣堡也总共才三件而已 孙婉伸感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美眸里的目光变得越发闪亮 沈丰身上的这种品质十分吸引他 正当不少人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之时 赵凤仪身上一种青色的圣堡光芒 犹如璀璨的星辰一般 从青色衣衫内释放出了浓郁无比的生命气息 没多久之后 一种黑红色的气体 在从赵凤仪的身体内排出 随着这种黑红色气体被排出的越来越多 赵凤仪身上的气势自主变得浑厚了起来 甚至他的脸色也在越来越红润 陆敬远 陆永浩和陆语烟等陆佳人 看到赵凤仪身上的变化之后 他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猜测 赵凤仪在借助这件中品圣堡 将恐怖的侵蚀之力排出身体内 要知道 赵凤仪拥有着神缘近九层的修为 如若他在全盛时期 哪怕是陆佳内的其余老祖 也不一定能够战胜他的 陆佳完全是再三确定了赵凤仪没救 才选择放弃对赵凤仪救治 并且将其边缘化的 如今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陆佳放弃了陆语情 结果这丫头彻底融合了特殊属性的荒骨寒体 这简直是让陆佳人有种被狠狠打脸的感觉 如今被他们放弃治疗 并且边缘化的赵凤仪 竟然在排出那种陆佳束手无策的侵蚀之力了 这一切都是沈丰出手后的结果 眼下 不仅仅是将陆佳的脸给抽肿了 而且此刻的陆佳人 绝对是要憋屈死了 某一瞬间 赵凤仪身体内的侵蚀之力被全部排了出来 他身上神圆镜九层的气势浑厚到了极点 而且在侵蚀之力被排出的瞬间 赵凤仪身体内的生机自主暴涨了一波 他眼下绝对有着上千年的寿缘了 从赵凤仪身上释放出的滚滚压迫之力 弥漫着整个陆佳宴会厅 哪怕是一些神圆镜的修饰 在这种压迫之力下 他们也脸色产生了变化 心里面有一种畏惧在滋生 第二千八百五十六章风波再起 整个陆佳宴会厅里 静得之剩下呼吸声了 赵凤仪将压迫之力收敛回了身体内 如今他一下子年轻了很多岁 整个人的精神看上去非常的好 此刻 他脸上的笑容多了不少 对于自己身体内的情况 他自然是非常的清楚 那种折磨着他的侵蚀之力 已经完全地被排出身体之内 原本他一直担心 自己离开人世之后 陆雨晴该怎么在陆家内生存下去 现在所有之前的忧虑 伴随着身体的恢复 全都一扫而光 赵凤仪身上的青色衣衫 不停地闪烁着耀眼的青芒 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出 这件青色衣衫不仅仅帮他排出了侵蚀之力 而且还提升了他一部分战力 只要穿着这件青色衣衫 并且将其激发出来 赵凤仪的战力便能够比平时强上不少的 虽说这件圣宝的主要作用 乃是排出修饰体内各种侵蚀之力 但这好歹也是一件中品圣宝 附带一点增加战力的效果 这完全没什么好奇怪的 眼下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赵凤仪彻底恢复了 那些在场其余势力内的人 他们内心震惊的同时 一脸古怪地看向陆静远 这位陆家家主 这真的可以说事事难料 陆家的人这次真的要郁闷地吐血了 赵凤仪在平静了一下情绪之后 他看向沈丰 说道 小丰 这件中品圣宝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下 如今我已经靠着这件中品圣宝恢复了身体 你不等他把话说完 沈丰便打断道 祖奶奶 我沈丰送出去的东西 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况且我喊你一声 祖奶奶 我便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待 如若将来我需要用到这件圣宝 那么我会问你来讨要的 赵凤仪听到沈丰这么说之后 如果他再纠结此事 那么就显得见外了 他笑道 我的好曾孙 虽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祖奶奶我这辈子认定你这个曾孙了 谁要是敢欺压你 哪怕是拼了这条老命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随后 他又说道 小丰 这件圣宝叫什么名字 沈丰回答道 祖奶奶 他还没有名字 不如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赵凤仪私存了数秒之后 道 这件青色衣衫在激发的时候会闪耀青色光芒 不如就叫做青芒宝衣 沈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此刻 陆敬远终于站起身 来到了赵凤仪的面前 道 奶奶 你能够恢复身体 这是我们陆家的一件大喜事 如今我们陆家内又多了一件中品圣宝 这绝对是双喜临门 在陆敬远看来 必须要马上修复和赵凤仪的关系 而且这件青芒宝衣必须要成为陆家内的圣宝 赵凤仪冷恒了一声 说道陆敬远 这青芒宝衣是小枫送给我的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和陆家有什么关系 闻言 陆敬远脸皮抽了抽 她的修为和战力都不如赵凤仪的 所以面对如今恢复身体的赵凤仪 她也不敢太过的放肆 陆宇燕和陆宇双这对姐妹也走了过来 祖奶奶 恭喜您恢复了身体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为您担心呢 陆宇燕十分乖巧地说道 一旁的陆宇双也随即开口 祖奶奶 今后我还要让您给我指点修炼上的事情 您一定会平平安安地一直活下去 赵凤仪对于这两个曾孙女 她脸上闪现了厌恶之色 到之前 陆家放弃对我治疗后 你们好像一次也没来看过我这个老东西了 而且我听雨晴说了 你们想要让小枫跪在冬天城外 并且还要让小枫毁了自己的脸 做人不能如此冰冷无情 你们明知道小枫是我认的曾孙 你们选择对小枫出手 你们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停顿了一下之后 赵凤仪自嘲地笑道 曾经我也是无比地疼爱你们两个 可你们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 当初你们在虚城之内被困 我耗尽了全力将你们救出来 自此身体内被诡异之力侵蚀 早知如此 我就该让你们死在虚城里 虚城乃是西域之内的一座废弃城池 里面有着很多古怪之处 当然还伴随有很多大机缘 如若在虚城内遇险 哪怕是神源尽强者 也很难活着走出来的 在很早之前 陆宇燕和陆宇双在虚城内历练 他们被困虚城内的某个地方之后 利用特殊手段传讯回了陆家 当时没有陆家老祖愿意前来 只有赵凤仪孤身一人进入了虚城内 经过了九死一生后 将陆宇燕和陆宇勤救了出来 这两个女人倒是没事 可赵凤仪却被诡异之力侵蚀了身体 自此活在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不过赵凤仪当时一点都不后悔 那时候的陆宇燕和陆宇双十分的孝顺 而且那时候陆天赐也还没有出事 对于这件事情 在场的不少人都略有耳闻的 卫生用传音对沈丰介绍了一下虚城 并且说明了一下曾经赵凤仪孤身一人进入虚城 救出陆宇燕和陆宇双的事情 四周响起了不少细碎的议论声 陆宇燕和陆宇双听到之后 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就在这时 一名披头散发 脸上布满血污的人 踏入了陆家的宴会厅内 赵凤仪看到此人之后 唯唯一愣到超凡 李氏超凡 陆家旁系内的第一天才陆超凡 其天赋甚至能够和陆永浩争锋一番 沈丰自然也是认得陆超凡的 赵凤仪知道陆超凡应该在闭关之中 他以为陆超凡是有了感悟 才迟迟没有从闭关中出来的 陆超凡将上衣给撕了下来 只见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疤 而且很多地方都腐烂了 在其血肉之中有一团团血色物体在挣扎着 他将目光看向了陆永浩 早在刚刚陆超凡出现在宴会厅的时候 陆永浩看到对方之时 他的脸色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面对陆超凡的目光 陆永浩紧紧咬着牙齿 传音说道 你最好逝去一些 陆超凡声音嘶哑地吼道 陆永浩 对我说话可以不这么偷偷摸摸吗 你让我逝去一些 你把我害成这副样子 你可真是够狠毒的 此话一出 不少人脸色变化不停 这暂时平息的局面 看来要再起风波了 第2857章 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超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凤怡开口问道 陆超凡的目光终于是看向了赵凤怡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祖奶奶身上的生机充裕 而且气势也浑厚无比 这是怎么回事 很快 他又注意到了一旁的沈丰 在微微愣了一下之后 他脚下的步子跨出 道 沈哥 你来陆家了啊 祖奶奶是被你救治好的吗 当初沈丰和陆超凡分开的时候 他说过他会想办法救治赵凤怡的 眼下 赵凤怡的身体好像完全恢复了 而且沈丰又在一旁 所以陆超凡自然是联想到了沈丰身上 经历了之前荒骨血亡虫等等的事情 陆超凡对沈丰还是十分敬重的 一旁的卫生曾经见过两次陆超凡 他说道 这位陆兄弟 泥祖奶奶能够恢复身体 自然是沈道友的手段 要知道沈道友可是送出了一件中品圣宝 而且这件中品圣宝正好可以排除修饰体内各种侵蚀之力 泥祖奶奶如今身上穿的便是那件中品圣宝 文言 陆超凡脸上浮现了喜悦之色 他一直担心祖奶奶没有多少时间的寿命了 现在的之祖奶奶恢复之后 他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再次对着沈丰 说道 沈哥 谢谢你 沈丰眉头皱起 道 你喊我一声沈哥 我们之间就不必这么见外了 而且你的祖奶奶 也是我的祖奶奶 你没必要对我感谢 先说一说你的身体状况 你的血肉之中好像有着某种活物在挣扎 在沈丰话音落下的时候 赵凤怡来到了陆超凡身前 他没有嫌弃陆超凡身上多处的腐烂 甚至已经有一种腐臭在散发出来 他的手掌按在了陆超凡的肩膀之上 神魂之力顿时朝着其体内渗透而去 没多久之后 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一种怒火不停在他身体内攀升着 陆敬远在看到赵凤怡的表情变化之后 他对着陆永浩传音 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你把陆超凡害成这副样子的 对于陆敬远的传音 陆永浩保持着沉默 他想不通为什么陆超凡能够逃脱出来 沈丰问道 祖奶奶 超凡身体内的情况如何 赵凤怡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让自己的怒火平息一些 道 腐歇 超凡身体之内 最起码有50只腐蝎 作为控兽师的沈丰 同样听说过腐蝎这种妖兽的 这种妖兽的外貌和蝎则差不多 不过 它们的体型只有黄豆大小 腐蝎以腐肉为食 如若在没有腐肉的情况下 腐蝎会选择钻入其他妖兽的身体之内 它们能够释放出一种特殊能量 可以快速让其他妖兽身体内的血肉和五脏六腐腐烂 从而它们会暂时选择留在其他妖兽的身体内 慢慢地享受着美餐 在如今的二重天之内 应该很少能够见到腐蝎了 沈丰来到了二重天这么久 都没有遇到过任何一只腐蝎 这腐蝎单指的作战能力很弱 如若是数量庞大的腐蝎 那么甚至是神圆镜的强者 估计也会被腐蝎钻入身体之内的 腐蝎的单指战斗能力虽然不强 但它们体内有一种融化血肉的元素 哪怕神圆镜修饰的肉身 它们也可以轻松钻开一个洞的 在场的其余人听到陆超凡身体之内 最起码有五十只腐蝎之后 它们一个格导吸冷气的同时 背脊骨上冒出了一阵的冷汗 陆超凡脸上有痛苦之色在弥漫 他道 祖奶奶 这陆永浩知道我担心您的寿源问题 之前 他故意来找我说在东天城外的一处悬崖附近 发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堡 他还说那种天才地堡说不一定会对您有用 我当时猜到了陆永浩可能会耍花样 但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必须要去一趟 在我和陆永浩抵达那处悬崖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到了天才地堡的气息 后来我们在悬崖壁上发现了一个一米多高的洞口 那天才地堡的气息就来自于那个洞内 哪怕是进入了洞内 我也一直在防范着身后的陆永浩 只是这陆永浩并没有对我动手 在洞内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他忽然往外面爆冲而去 而且将一路上的石壁全部轰爆了 这促使我无法将速度彻底爆发出来 之后因为陆永浩制造的动静 将山洞内的腐蟹全部惊动了 在那些密密麻麻腐蟹的攻击下 哪怕我拼命抵抗 也有腐蟹进入了的身体之内 在停顿了数秒之后 陆超凡继续说道 当时我身上幸好有一些底牌 我借此虽说勉强活了下来 但身体内已经被钻入了好几十只腐蟹 而且我在洞内陷入了昏迷之中 好在里面的腐蟹只剩下 我身体内的几十只了 其他的腐蟹全部被我的底牌 给击杀干净 在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身体内的血肉和五脏六腐 已经开始腐烂了一些 我的修为也完全被身体内的 那些腐蟹联手压制 以我那时候的情况 我根本无法活着回到陆家 而且陆永浩在洞口附近 放了阻隔传讯的法宝 我在洞内根本无法传讯出去 洞口又被堵了那么多 我没有能力去轰开塌陷的洞口 我只能够进入洞内的更深处 去看看情况 或许是老天开眼了 在洞内的最深处 生长着一种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 甚至那种天才地宝 对腐蟹有一定的克制力 我在将那天才地宝服用了之后 借助其中的力量 去压制住了身体内的腐蟹 当然这个过程 我花去了不少时间 随后 我又自行恢复了一些修为 这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去轰爆被堵住的洞口 陆永浩或许是觉得 我的天赋可能会追上他 所以他才想要将我给铲除 陆永浩听到陆超凡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双眸之中尽是很丽之色 原本在他看来 被那么多腐蟹攻击的陆超凡 绝对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最多是在其中苟延残喘一些日子 他根本没想到 陆超凡还能够活着回到陆家之内 陆永浩 你还有什么想要解释的吗 赵凤怡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出来 一双眸子内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 第二千八百五十八张 你在我这里没有面子 面对赵凤怡的压迫和杀戏 陆永浩知道说出再多的解释也没用 况且他确实做了这些事情 他冷声说道 对于此事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陆永浩清楚自己是陆家如今的第一天才 家主和老祖肯定不会让他出事的 果然 陆静远第一时间将陆永浩 党在了身后 道奶奶 永浩是你的亲曾孙 此时我们必须要慢慢调查 其实说到关系的话 确实是陆永浩和赵凤怡比较的亲 而陆超凡只是陆家的庞系 在血缘这一方面 他和赵凤怡并不是很近 赵凤怡见陆静远将陆永浩挡在了身后 他冷声喝道 在我眼里 公正更加重要 如若这次是超凡做错事情 那么我也会亲手处置他的 陆永浩这种人不配成为陆家内的第一天才 像他这种品性 陆家早晚有一天会毁在他手上的 倒不如让我来亲自解决了他 说话之间 赵凤怡的气势变得更加汹涌 他脚下的步子跨出去的瞬间 四周的不少修饰全都屏住了呼吸 今天这场陆家寿宴真是一波三折 就在赵凤怡要对陆静远动手的时候 一道身影陡然在宴会厅内出现 习来到了陆静远的身旁 此人乃是一名十分儒雅的老者 他道 凤怡 你做事还是如此的急躁 这是我们陆家自家的家事 你在这么多外人面前处理 你不觉得很不合适吗 这名老者乃是陆家的老祖之一 他名叫陆炎鹤身上透出的气息 在神圆静九层之内 当然 他也是陆静远和陆永浩等人的嫡系老祖 就在其话音落下没多久的时候 忽然之间 一种突破的气势猛地在宴会厅里扩散 只见盘腿坐在地面上的陆雨晴 正开闭着的双眼之时 其身上的气势在节节攀升 这一次的连续提升无比的迅猛 很快 他的气势就抵达了速魂镜三层之内 他不停地运转着身体内的功法 气势逐渐稳定在了速魂镜三层里 又过了片刻之后 陆雨晴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虽然刚刚他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中 但四周的谈话他全都听到了 对于陆超凡的经历 他当然有了足够的了解 陆雨晴和陆超凡的关系很好 他将目光看向了陆炎鹤 到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难道陆家要偏袒陆永浩吗 陆炎鹤感受着陆雨晴 无比稳固的气息 在有了这般连续突破之后 气息还能够这么的稳固 这绝对是非常罕见的 他知道未来陆雨晴的成就 肯定会非常大 之前陆雨晴融合荒谷寒体的时候 陆炎鹤等陆家老祖全都感应到的 只是陆雨晴进入了修炼状态 原本他们准备等陆雨晴 从修炼状态脱离出来之后 他们再出来处理此事的 谁知道事情完全超出了陆炎鹤等老祖的掌控 在沈丰拿出中品圣宝之后 竟然让赵凤怡恢复了身体 要知道将赵凤怡边缘化 不再对赵凤怡进行治疗 这是陆炎鹤等数位老祖的一致决定 陆炎鹤看向陆雨晴 说道雨晴丫头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不少委屈 我可以在这里保证 今后陆家肯定会补偿你的 甚至我现在就可以说 从今以后 在你陆家内获得的资源 将会和陆永浩一样 这是陆家对你的一种认同 陆雨晴听得死话之后 他嘲弄地笑道 阎鹤老祖 你对我可真是够好的 之前 我在陆家被边缘化 甚至连下人也瞧不起我的时候 有谁站出来为我说过话 只有祖奶奶和超凡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在你们眼里 我陆雨晴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对陆家没有用的废物 说到这里 他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我是在沈丰哥哥的帮助下 才能够融合荒骨寒体的 既然你们不稀罕我 那么我就退出陆家 我以后会跟着沈丰哥哥 但是 今天陆永浩必须要得到应有的惩罚 得知陆雨晴要退出陆家 这陆言和的表情变得十分难看 他道 雨晴 我知道你是一时冲动 我现在不会责怪你 对于真正的天才 这些老东西一向是非常宽容的 如若换作以前的陆雨晴敢说出这番话来 估计早就被废掉修为之后 逐出陆家内了 陆言和知道陆雨晴很听赵凤仪的话 他说道 凤仪 你虽然不姓陆 但你也是陆家内的老祖之一 你的年龄是我们之中最小的 你如今身体恢复了 将来的成就肯定可以超越我们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下来慢慢谈的 你给我一个面子 如何 赵凤仪冷声道 陆言和 你在我这里没有面子 说完 他脚下的步子再度跨出 滚滚压迫之力从他身体内透出 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 陆言和四周的地砖不停地产生爆裂 他脸色有些难看 额头上爆出了一根根的青筋 同样在释放出压迫之力 然而 最终还是赵凤仪的压迫力更胜一筹 陆言和释放 释放出来的压迫力在溃散之后 他脚下的步子退后了猝步 脸上是一阵的发白 道 赵凤仪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赵凤仪平淡地说道 我只想为超凡讨回一个公道 站在一旁的陆超凡 内心十分地感动 当然 刚才在看到陆雨晴连续突破之后 他从旁边的卫生口中得知 陆雨晴已经在沈丰的帮助下 彻底融合了拥有特殊属性的荒谷寒体 孙万里终于也站起身 对着陆言和 说道 对于陆家内的这种偏袒行为 我真是十分的厌恶 你们陆家能够成为如今这么大的家族 难道就是靠着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方式吗 如若你们再这样下去 那么你们陆家还能够风光多久 我虽说是一个外人 但我觉得应该要将这家伙给直接处死 孙万里指向了陆永浩 见赵凤怡如此紧逼 甚至中神庭的孙万里都站出来说话了 陆永浩开始有些担心 如若陆家真的放弃他 那么他该怎么办 第二千八百五十九章生死个安天命 陆家宴会厅内的气氛 忽然变得无比的紧张 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一般 那些四周的修饰 犹如是无法呼吸空气了 一个个将目光集中在了陆延贺的身上 刚刚的压迫之力交锋 明显是陆延贺比赵凤怡弱上一筹 赵凤怡的目光注视着陆永浩 他脚下的步子再度跨出 正当这时 一阵狂风灌入了宴会厅里 恐怖的气势在空气中扩散 只见在陆延贺的身旁 出现了三名气势非凡的老者 他们都是陆家的老祖 而且修为同样在神圆境九层之内 其中一名最为苍老的家伙名叫陆鼎空 虽说这几位老祖的修为相同 但战力是有强弱之分的 这陆鼎空的战力 绝对是这几位老祖中的第一 至于陆延贺的战力 最多是排在第二 在促年前 陆鼎空和陆延贺切磋过一次的 结果陆延贺在三招之内就败北了 由此可见 陆鼎空的战力要远远超出陆延贺 孙阁主 这是我们陆家内的事情 你虽说是中神庭内的强者 但恐怕你不适合参与进来吧 陆鼎空对着孙万里平淡地说道 孙万里脸色不变 道我只是对于陆家这种行为看不过去而已 陆鼎空随意说道 孙阁主自然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 只要你不插手进来就好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了赵凤怡 道凤怡 此事你做得过了 无论如何 永浩也是你的亲曾孙 你难不成想要亲手杀了他吗 听我一句劝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从今以后 我保证陆家内没有人 再敢对你不敬 接着 他对陆雨晴又说道 雨晴 你身体内流淌着陆家的血液 你跟着一个外人算什么 陆家会竭尽全力培养你 在不久的将来 你的荒谷寒体绝对可以耀眼整个二重天 看来之前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陆鼎空等几位老祖权都是感应到的 最后 陆鼎空的目光停留在了模样凄惨的陆超凡身上 道超凡 你是庞系中的第一天才 你的天赋也得到了整个陆家的认同 但你身为陆家之人 就应该要为大局考虑 我能够保证今后陆永浩不会再对你出手 而且在此事之上 我们肯定会惩罚陆永浩的 并且我们会竭尽所能 帮你驱除身体内的腐蝎 这是要让陆超凡不再追究此事 毕竟他是这件事情的受害人 只要他放弃追究陆永浩的责任 那么赵凤怡也没有理由继续对陆永浩动手了 陆鼎空这明显也是在偏袒陆永浩 他只是说会对陆永浩进行惩罚 那么陆家会如何惩罚陆永浩 让陆永浩面壁思过也是惩罚 把其修为废了也是一种惩罚 但按照陆鼎空偏谈陆永浩的言语 估计最多是对陆永浩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惩罚 陆超凡自嘲地笑了起来 道 鼎空老祖陆家要如何帮我驱除腐蝎 据我所知 腐蝎一旦进入修士 或者是妖兽的身体之内 根本没有办法驱除出来的 而且哪怕是一些强大的控手师 也很难掌控进入修士体内的腐蝎 陆家真是对我很好啊 陆鼎空听到陆超凡说出这番话之后 他脸色微微一变 对于一个陆家小辈赶在自己面前放肆 要是换作以往 他早就动手将其给飞了 而赵凤怡身上的青芒宝衣 虽说可以排除身体内的各种侵蚀之力 但无法驱除这些真正的活物 站在一旁的沈丰眉头紧紧皱着 虽然他是一名控手师 但这腐蝎十分的特殊 恐怕没有进入修士体内的腐蝎 以他现在的能力都难以去操控 更别说是进入修士体内的腐蝎了 陆超凡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道陆家既然不需要我陆超凡 那么我留在这里干什么 从这一刻起 我陆超凡正式退出陆家 陆雨晴也对着陆顶空 说道 你刚刚说我跟着一个外人算什么 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言语 沈丰哥哥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外人 他是我的哥哥 他是我最亲近的人之一 我说了会退出陆家 就绝对不会回头了 赵凤怡同样说道 留在这种陆家又有什么意思 我赵凤怡也退出陆家 他的战力虽然很强 但以他一人之力 绝对无法战胜陆顶空和陆延赫等人的联手 陆永浩见赵凤怡等人全部选择退出陆家 而一众老祖没有要放弃他 在松了一口气之后 他对着陆顶空等老祖 传音说道 我知道这次的事情是我做错了 但我们不能放了纳德叫沈丰的小子离开 以他之前所展现出的战力 也许在未来不久之后 他便能够真正威胁到我们陆家 而且赵凤怡身上的那件中品圣宝 难道我们陆家就要放弃了吗 这是属于我们陆家的 我可以和那小子进行一场生死战 只要让对方把青芒宝衣当作堵住 这件中品圣宝绝对会落入我们陆家手里 今天的局面会变成这样 这在陆永浩看来 完全是沈丰一手促成的 他心里面最痛恨的人就是沈丰 他恨不得立马将沈丰给碎尸万段 陆顶空和陆延和等老祖 在听到陆永浩的话之后 其中陆顶空对着陆永浩传音 问道你有多少把握战胜他 陆永浩用传音回答道 百分之百的把握 听的这番传音回答之后 陆顶空看向了沈丰 道小子 你和陆超凡之间应该关系不错吧 我们陆家可以给你一个 为陆超凡报酬的机会 你和永浩之间能够进行一场生死战 但前提是你们必须要将 那件中品圣宝作为赌注 而我们陆家则是拿出 两件夏品圣宝作为赌注 要知道 中品圣宝的价值远远超出夏品圣宝的 陆家这绝对是占便宜的 想要用两件夏品圣宝 来博得一件中品圣宝 赵凤仪等人刚想要用传音对沈丰说话 不过 沈丰已经跨出步子 他目光注视着陆永浩 道 看来应该是你对这几个老家伙提议 要和我来一场生死战的 既然如此 那么我岂有不答应的道理 我们就生死个安天命 他清楚陆永浩对他充满了杀意 所以倒不如趁此机会 将陆永浩先送去黄泉路上再说 第二千八百六十张我和你来一场 这陆永浩拥有神员近三层的修为 其又是陆家如今的第一天才 所以他的战力绝对极为恐怖的 之前 败在沈丰手上的陆天奇 拥有着神员近二层的修为 而且他的战力肯定没有陆永浩强 要知道 经过之前战斗中的判断 拥有神员近二层修为的陆天奇 也只是比星云神殿的殿主 弱上一些而已 可以想象到 修为在神员近三层的陆永浩 其战力有极大的可能会超越 当初星云神殿的殿主 沈丰战胜陆天奇 乃是采取了速战取决的方式 根本不让陆天奇 有施展底牌的机会 否则那一战可能还会耗费不少时间 至于当初之所以能够战胜 星云神殿的殿主 沈丰是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方式 激发出了金炎圣体 最终采取得胜利的 说得简单一点 不管是和陆天奇的战斗 还是和星云神殿殿主的战斗 虽说沈丰最终都取得了胜利 但其中有着不少惊险的成分 眼下 沈丰可以拒绝和陆永浩的这一战 但他觉得自己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 最终战胜陆永浩的几率很高 既然取得胜利的几率很高 那么沈丰没有退缩的道理 陆永浩见沈丰答应了这场生死战 他脸上浮现了阴狠无比的笑容 双眸之中杀气涌现 而陆顶空则是手臂一挥 随后 一把白色的宝剑 以及一块紫色的玉佩 出现在了众人视线里 从白色宝剑之上 隐隐有奉鸣之声传出 从剑刃上肆意出来的寒冰之力 让四周的不少人被击鼓上一阵发寒 陆顶空注视着沈丰 说道 这是我们陆家的夏品圣宝冰奉剑 而旁这块紫色玉佩 则是我们陆家的夏品圣宝天地狱 此时 未深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沈丰身旁 他道 沈道友 冰奉剑只是普通的夏品圣宝 而这天地狱倒是有一些特殊 虽说天地狱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效果 但其具备一些沟通天地之力的效果 如今很多神通和战技 乃是曾经的强者 从天地之间感悟出来的 一般来说 修是想要具备沟通天地之力 修为好像要远远超出神圆境才可以的 这天地狱虽说沟通天地之力的效果不是很强 但至少是能够沟通天地之力的 可以说 这天地狱算是夏品圣宝中的顶尖存在 不过 就算是天地狱加上一把冰奉剑 也绝对比不上一件中品圣宝的 说得简单一些 天地之力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突破到神圆境之上的人来说 显得太过的缥缈了一些 赵凤怡见卫生先一步把这些话说出来后 他对着沈丰 道 小丰 他说得不错 转而 他又传音说道 陆永浩的品性虽然不怎么样 但他可以代替天赐成为陆家内的第一天才 其战力绝对不容小区的 沈丰对着赵凤怡传音 说道 祖奶奶 你放心好了 我自有份寸 随后 他对着卫生点了点头 将目光看向了陆顶空等人 说道 这场生死比斗 我已经答应了 但你们陆家的诚意未免不够 陆顶空眼睛微微一眯 道 别说我们陆家占你便宜 如若你能够赢下这场生死战 那么我陆家除了输给你两件夏品圣宝 你还能够去我们陆家的藏宝库内 任意挑选走三件物品 陆家的藏宝库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去开启 其中一把钥匙在我身上 另一把钥匙则是在静远的身上 从这一刻起 我们都不会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将藏宝库内的东西拿出来 赵凤怡对着沈丰点了点头 表示陆顶空的这番话并不是在说谎 沈丰相信在陆家的宝库之内 肯定有不少好东西的 能够随意挑选走三件 这倒非常的不错 一旁的陆超凡脸上是复杂的表情 他道 沈哥 你不必为了我去冒险的 我只是他的话猛的戛然而止 陆超凡的脸色变得无比痛苦 在他血肉中挣扎的一支支腐蝎 竟然挣脱了某种束缚 继续在其血肉中爬动了起来 咳咳 在一阵咳嗽之后 陆超凡弯腰袜的一声 从嘴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喘了两口气之后 说到之前 我是靠着洞中的天才地宝 最终才勉强压制住腐蝎的 如今应该是天才地宝的效果 全部耗尽了 沈哥 你不要为我报仇了 这或许就是我的命吧 我这辈子唯一认可的两位大哥 一位是天赐哥 而另一位就是沈哥你 赵凤仪第一时间将手掌按在了陆超凡的肩膀之上 他催动起了自己身体内的玄器 灌注到了陆超凡的身体之内 靠着外部的力量 无法将腐蝎彻底杀死 毕竟一旦赵凤仪太过用力 可能会导致杀死腐蝎的同时 将陆超凡体内的五脏六腑也彻底毁了 赵凤仪如今只能够暂时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牵制住那些腐蝎 沈丰也走过去将手掌按在陆超凡的身上感应了一下 虽说他无法控制陆超凡身体内的腐蝎 但荒谷药神的传承之中 有一种腐蝎无法抗拒的一体 这并不需要练新手段去练制 当初荒谷药神是为了要用腐蝎来练制一种灵异 所以他需要大数量的腐蝎 最终才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一体 如今只能够试一试这种一体是否能够将陆超凡身体内的腐蝎 全部吸引出来了 沈丰对着赵凤仪等人说道 祖奶奶你们身上有赤龙土金岩石和魔窟枝吗 我想试一试帮超凡驱除体内的腐蝎 此话一出陆永浩的弟弟陆永涛说话了 小子你少在这里拖延时间 在二重天之内没有人能够驱除进入修饰体内的腐蝎 你以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 我看你就是害怕死在我个手里 沈丰对于陆永涛的话仿若未闻 如今陆超凡的情况很紧急 必须要马上将其体内的腐蝎驱除 否则陆超凡绝对会有生命危险的 陆雨晴身上素魂镜三层的气势爆发 他目光冰冷地盯着神源进一层的陆永涛 道我和你先来一场生死战 就当作是我哥哥和你哥哥之间生死战的预热了 你敢吗